曲名enty?". 姚建雄拿一千 你今天很高興的請到了 小野老師跟文建強先生 請給他們熱烈的掌聲 我想小野是民作家 也是唱交作家 這些年來 除了創作外 他也投身挺身在公寓運動 做了很多事情 過去從80年代開始 他的創作從70年代就開始 80年代開始 他應該算是我們台灣新電影的一個 推動或是領導最重要的人之一 那昨天開始 光陰的故事 台灣新電影的一個紀錄片 已經在各院線上映了 這是今年威尼斯營展的入圍的影片 那也是學愛老師做製作人 從這個電影也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台灣新電影的一個過程 和他精采的地方 那這位文天強先生 今天是因為明天這些有重要的事情 臨時不能來 但是文天強先生 我剛剛就說 認識他的時候他還是小孩 他現在小孩長大了 我也老了 當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寫影評 然後應該20歲左右 就在很多的報紙的副刊 或電影版面寫影評 那他是台灣重要的知名的影評人 他現在也做電影的研究 所以我也在大選邊任教 我想今天我就多說把整個的講座 就稍微給他們 然後我也在下面聆聽 那現在老師請 我們再給他對列掌聲 現在我們進去的來 那待會在結束的時候 我們會抽出五位觀眾 然後我們送很漂亮的那個書袋 就是紀念的禮品 所以大家不要離開囉 呵呵呵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這個剛剛才離開人間的那個作家 叫韓良璐 他離開之前他講了八個字說 人生無常 人生無常 珍惜日常 其實這場演講也是蠻人生無常的 當初邀請我跟吳念珍 要來演講的那個朋友 一定不認識我跟吳念珍 我們倆根本不可能同台 一定這樣 所以他打電話給我說 說你會不會跟吳念珍談 那個飛行城市跟鬥長說 我就心裡頭笑 我說你一定不認識我跟吳念珍 兩個人的關係 我們不可能同台 那我就說 我就回答他很好笑 我說沒關係 你先問吳念珍 他非常忙 他說好不好 我就好 那我講這個話 意思就是 他一定不會說好 因為他知道是跟吳念珍 就不會說好 那為什麼意思 大家有機會慢慢講說 我們的那個 互相恩怨情仇這樣 那我就說 你先吳念珍 因為他實在忙到 我現在應該不會當演講 因為他幾乎沒有在演講 然後忙到身體也不太好 然後現在是我 他一定很仇恨 那個仇恨心理非常強 他怎麼可能跟我同台 所以這場演講 本來不會發生的 所以我們一想到 對方 不在用什麼方式 說服他說 他說好耶 他說好 我說好喔 好慘的 因為我沒有想到他會說好 那他題目就是 鬥傘跟背景城市 我跟他合作過非常多事情 偏偏這兩步 就不是我跟他合作過的建議 後來偏偏就在我 大概過年前自己 生了一場那個 大家都知道 最近流行感冒嘛 我身體突然啞掉 啞了三個禮拜 這個演講演 他快到了 我想說 那正好 因為我不用練 如果我同台 我想去實話 我們兩個不用同台 因為我們兩個來 同台只有一個人可以想 另外一個人就沒有機會想 那所以我想說 那太好了 因為既然同台 講的就是 無念真的鬥傘跟 背景城市 我的角色就是 只要一一啊就好 我甚至還不能講他笑話 因為我如果講他笑話 講他糗事 他說不定就翻臉 因為他情緒不太穩定 太忙著他情緒不穩定 我如果講錯一個笑話 他上面就翻臉 我們就談不下去 所以我就告訴自己 說我不要講話 我就一直微笑 非常微笑 然後在外面陪他講完 就在三天前 我知道 福建中的朋友 打架告訴我說 蕭妍妳要一個人講了 我真的傻子 我說我生涯的耶 他說他真的有一件事情 不能來 那他寫說 是因故 有什麼事情 其實他那件事情 真的不能來 因為他在醫院 我跑去醫院看到的時候 我說蕭妍妳一個人講啊 我心裡想說 怎麼會是妳演變成這樣子 不是很雅調 而且這個事情講妳的事情 我本來想當配角 所以我跟主辦人說 不行 應該再找一個人 因為我心裡是雅的 後來他問我誰 我說我聽你講好了 因為我聽你講 本身整個 對於這段 電影的歷史也好 雖然他年紀很輕 我剛才問了他年紀 我不敢相信 後來年紀還說 是我兒子的年紀嗎 他知道的事情 雖然很多 他寫了論文也是寫了 在明亮 那他自己 尤其是立過台北電影節 當策劃的 台北電影節 後來在金巴翔 就當執行長 所以他其實不只是影韻能打 他對於整個台灣電影的 比以前的研究 我覺得他會講得比 吳建森好很多 因為吳建森如果 在這邊做的 可以知道的結果就是 他不會讓我講話 因為我們兩個之間的仇恨就是 他知道在世界上 有一個人可以把他打敗 就是我 他也知道在世界上 我們兩個站在一起的話 我比他帥 他會很痛苦的 那既然他今天不在 我就講他笑話好了 其實我跟吳建森 真的是一種 又是敵人又是 像敵人幫的可以 我們從十歲開始 我們兩個就在鬥爭 這件事情到後來我才知道 我們兩個在十歲的時候 我們就各式代表自己的學校 參加全國作文比賽 我代表的是 台北是一個萬華 一個很偏遠的小學 叫做雙語言國小 雙語言國小是萬華 最偏遠的一個小學 升學率低到沒有幾個人 可以升學了 所以我在那個學校 讀書非常輕鬆 我每天跟人家鬥刀玩耍 不讀不寫功課 還是很要第一名 所以學校怎麼比他 拜我去 於是我本人就代表 從雙語言國小參加全國作文比賽 那吳念森從小就是天才 當然不用講 不管他競爭對手是誰 他都是第一名 他也代表了 欧動國小 到台北來參加全國作文比賽 為什麼知道呢 因為有一次他看我的日記 因為我們要拍電影 他要拍飛行程式 他要搜集資料 他說你有沒有那個年代的日記 什麼資料 我就拿出我的日記給他看 他看到我的日記是民國四五十年 他突然笑著想說 我們比賽過是從十四年開始 就是我們倆競爭從十歲就開始了 因為我在那邊寫一個作文題目是 精神生活重要還是物質生活重要 剛這題目他也比賽過啊 我說那你有沒有比到 他說沒有啊 他說你也沒比到 我們倆都沒有比到 我說那當年比到那個人家在哪裡呢 就當年我們十歲的時候 得到第一名跟第二名跟第三名 往哪裡去 我們倆都沒有比到 我們後來兩個都變作家這樣 我們的鬥爭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後來二十幾歲我們倆就開始跟他做 文學獎的比賽 那我真的把他打敗過 聯合報文學獎我第一名 他第三名 這是我唯一把他打敗過的一次 生命中只有這次打敗過 他一次我第一他第三 然後從此我就一直講這些聲音 然後我曾經跟別人講 他每次在我旁邊他就會績笑我 我說我跟你講我去馬獎喔 那個劇本被提名過五次去馬獎 他說你提名過五次我得過五次以上 就類似講我們之間笑話就是這種笑話 那今天這個題目其實跟笑話還是有關 吳念珍如果沒有吳念珍這個人的話 九份這樣一個地方 可能不會在我們的文學 在電影上這麼多人談九份 因為吳念珍成為一個作家的時候 他一開始洗澡的時候 就是用九份做背景 他的爸爸是一個礦工 那礦工醫院的一些比較底層的人的心酸 醫院裡面住的一些病人 還有礦工這些故事 就在他小說裡開始寫 所以如果沒有吳念珍這個人 我相信在台灣的文化裡面 在地景上會少九份這一塊 那他的筆名為什麼叫吳念珍呢 他本來叫做念珍 他沒有把五擺進去 因為他有個初戀前 那個名字有個叫做珍 因為那個初戀前把他甩掉了 他失戀了 失戀到差不多就差不多要自殺這樣 他就把自己筆名叫做念珍 從此以後就用念珍做筆名 然後後來結了婚之後 他不要老婆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就不只他叫念珍 卻說是吳念珍 因為吳念珍就是沒有在念珍 我們兩個從小說比賽開始 一路比到最後1980年代 我們倆就是冤家入展 就在差不多半年之間 我們倆同時進了中央電影公司 1980年代 他比我更早半年去中央電影公司 他進中央電影公司也是個傳奇 背個書瓜還在念 虎仁大學夜宴部會計戲 白天就被延展到中央電影公司 當編程 中央電影公司是全台灣最大的電影公司 擁有十幾家戲院 擁有全國最大的衝影展 擁有全國最大的片展 十幾家戲院他隨時要演電影 然後拍都沒有問題 那他竟然會延展一個 夜間部的大學生來到中央電影公司當編程 當當時的老闆都有眼光 他白天就背一個書包來上班 他做的那個職位是在我們中央電影公司要做到老導演 就是年輕導演做一做到老導演資深導演之後 下來再去做編程 因為他負責每年拍片計畫 這麼重要的職位 我們老闆竟然看中這個吳念神 他都沒有眼光 那時候才二十幾歲 半年後不到我進去了 我就變成他的主管 同時以後他要申請怎麼都要我簽字 他更恨我 後來就是各位大概就知道1980年開始 我跟他之間就企畫了一個觀音的故事 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所謂 台灣新電影爛掃起來了 台灣新電影爛掃從1980年開始 觀音的故事兒子在台灣 海灘的一天 然後包括我小姐開始拍 天年風神童年往事 然後一路拍到後來的1989年的飛行城市 台灣的新電影到最高點 台灣新電影裡面有一個特色就是 這些年輕導演 年輕電影工作的時候 差不多三十歲三項 每次在一起都一直講自己的故事 出了說了就會說 那故事很不錯很感人 我來當導演好了 有一天 就是在我們新電影期來的 某一天 吳念真衝進辦公室來告訴我 講說完了完了出事情了 我說什麼事情 他說 我跟你講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我今天就是不小心 在這種討論故事裡面 我講出我的初戀故事 就是那個念真那個真的 我講出我的初戀故事給我小姐聽 她一聽喔 太棒了 她要拍電影 你想想看 她要把我的初戀故事拍電影 萬一我老婆知道了 我真的不要活了 所以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喔 就跟我沒關係喔 我就幫她寫劇本 你就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說 那是我初戀故事喔 我說吳念真 我不會告訴任何人 可是我擔心你會告訴任何人 因為你嘴巴很大 所以你到時候被人家知道不要怪我 我絕對幫你守秘秘的初戀故事 只有我知道 拍成練練風塵 我絕對不會這樣 好了這部電影就往下進行了 後來電影拍完了 上片了 為了要宣傳就開始講說 這是吳念真的初戀故事 後來更糟糕了這部電影紅了 九份就有個練練風塵咖啡店 門口就寫 這是吳念真的初戀故事 所開的咖啡店 我說吳念真 你叫我不要講 我一句話也沒講 結果像全世界知道 因為你拍成電影 然後九份就有個練練風塵咖啡店 你老婆不知道也很難 因為全世界都知道 想到九份去觀光的觀光課 他就用英文解釋 這是一個叫吳念真的導演 那時候還不是導演 是作家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練練風塵就是講了九份 後來當然就是一直延續 因為各位要知道 一個導演跟編劇會合作 講的故事都是通常是 用導演或者編劇 其中某一個人的真實的 所熟悉的背景 所以寫來寫去最後還是九份 因為吳念真幫太多人寫過劇本 吳念真在那個年代 我歷史才終於八年 他大概做了九年 我做了八年 他幫太多導演寫劇本 那他是到九零年代才自己變導演 就是鬥上就是更後面的事情了 就是九十年代之後 吳念真自己變成導演之後 他還是回不來拍他爸爸的故事 其實就是拍錯誤的故事 換句話說每一個作家 或者每一個導演 他這一輩子大概都永遠在繞他自己 最重要的童年成長 那個核心在繞 不管故事怎麼改來改去 還是那個核心 所以到背景城市的時候 佛小姐準備拍一個 民國三十六年發生二二八事變的背景 那四年之間的一個台灣的歷史故事 那四年是哪四年呢 就是民國三十四年到民國三十八年這四年 真的有人開玩笑講說 台灣跟中國 台灣如果隸屬於中國 在歷史上真的隸屬於中國 只有這四年 就是台灣在歷史上真的隸屬於中華民國 這四年為什麼 因為民國三十四年 台灣日本人戰敗了 退出了 國民政府接受台灣 接受的時候還沒有把台灣列入是一個國家 因為那時候中華民國在大陸 所以民國三十四年 他一接受到台灣的時候 台灣暫時接受成 變成中國的屬地 派一個城市政府來這邊管理台灣 台灣不是一個省 也不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一個暫時管理的地方 所以民國三十四年屬於中華民國 到民國三十八年中華民國戰敗了 然後台灣之後 另外一個中國成立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變兩個中國 台灣到底屬於哪一個中國 所以真正歷史上台灣 就是這四年之間的故事非常精彩 為什麼 他非常混亂 因為他不知道到底屬於誰 只是日本退了 留下了大概幾百萬的台灣人口 然後中華民國派的一個政府來 人員統治這個事 這四年之間 從中國到台灣的來來去去的很多生意人 畫家 藝術家 其中有一半是帶有左翼思想的 因為那時候中國在內戰 中國內戰代表兩個勢力 一個是左翼 一個是右翼 所以來來去去台灣的外省人 很多都是左翼分子 很多思想是左慶的 然後當然也有就是執政者 還有更多的是本省 在日本人離開之後 失去話語權的人 他不會講國語 他完全不會講國語 他本來是用日文思考的 用日語講話的 用台語講話的 突然失去的話語權 所以這四年其實對一個創作者來講 實在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四年 包括我在內我都會想說 我這輩子當時還有力氣寫作 我也很想把我的公司放在這四年 因為我的爸爸媽媽 就在這四年之間來台灣 他不是民國三十八年 跟著部隊來台灣 也不是跟著政府來 他就是在這四年之間 跟一般從大陸來台灣的人一樣 他來台灣找工作機會了 因為台灣光復了嘛 終於可以來了嘛 所以很多外省人是 就是來做生意的來幹嘛幹嘛 就是他跑來台灣 覺得這是外土地 可以種稻米 可以有米可以吃 好像不會餓死 而且有工作機會 而且姿態混亂中 但是會講閩南語的 會講日語的 一切外省就跑來台灣了 我爸爸媽媽就這樣來的 所以這段歷史 基本上是個非常複雜的歷史 那結果在1989年 悲情城市就企圖去 把這四年的混亂 用二二八事變作為一個悲情 講出來 最後找到吳念珍的編劇 想了半天吳念珍還是九份 因為吳念珍最拿手的人影 人跟人的對話 我不是說吳念珍不會顯得別的地方 我沒有別的意思 因為吳念珍是穩在我們就會翻臉 因為我每句話都認為我是否刺他 不是 我其實是蠻尊敬他的 他就還是把那個悲情城市的歷史 拉回到九份一個台灣家族 發生二二八前後 那個家族有幾個兒子 他們各自在不同的背景中 其實我看了悲情城市 看了好幾遍 他只要音樂一起來我就哭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經驗 他音樂一起來我就哭起來了 為什麼 那個年代我也 我還沒有出生 可是我非常清楚 我的爸爸媽媽就是那個年代 從大陸跑來台灣想找生活 而且還覺得 大概做一做就要回大陸去了 結果我一想到戰爭爆發 最後是這個結果 我爸媽回不去了 就留在台灣 一輩子就沒有再回去 家鄉過 最後就在台灣成家立業了 我講到這裡你就知道 我跟我念真的背景是完全相反的 我是一個 來自一個很像異鄉人的家族 我爸爸媽媽也是中國大陸的福建 他完全不希望再回顧過去 他們自己的祖先在中國大陸的悲慘故事 他就告訴我們說 他們是開台第一代 我爸爸就說 你只要認我這個祖先好了 他說我就是開台始祖第一代 你就是第二代 所在我的臉是第二代 所以我告訴各位 我的感覺 我沒有親戚耶 每年過年過節 大家都好熱鬧回家鄉 沒有啊 有些人回嘉義 回台南 回哪裡 回老江 我沒有地方去啊 因為我爸爸告訴我 他是開台始祖 我唯一能做就是把這張意思寫得很清楚 因為我有經歷過開台過程 我可以嫌口的子 所以說 第一代我知道是 因為他是我爸爸 那無念生不一樣 無念生的爸爸本來是在嘉義的 也是在一個混亂中 跑到 從南邊跑到北邊 落腳在九份這個地盤 他本來是個嘉義人 找不到工作 然後也是他很窮困 跑來九份就被遭罪在一個 九份的一個 一個他老婆的家裡 所以他一開始男人角度 變得很衰弱 因為他也是一個孤孤單單一個人 從嘉義 跑來九份就落腳在九份 結了婚 然後找不到其他工作 就變成一個礦工 他就時常跟孩子想說 他就像龍中鳥 就龍中鳥 已經落在九份 逃不掉了 可是他跟我爸爸這種背景的人 不太一樣 是他非常認命 覺得我的命就想什麼 我從南部 本來就活不下去 這麼窮窮的 齒帶 能夠逃到九份來 找到一份礦工的工作 礦工每天都 帽子戴好 進到鳳哥裡去 都不知道會不會活得出來 出來的時候臉都黑的 然後一個彩色 一個彩色推出來 所有人看到自己爸爸 終於出來 今天又活了 所以當他把臉洗乾淨之後 下一件事一定是犯事醫師 就出去自己循環作樂 因為他不知道明天還有沒有明天 所以他跟他孩子對話 是沒有十句話的 我無念症告訴我說 他跟他爸爸這件關係是 他想不出 他爸爸跟他想過 有十句話以上 所以他有一天看到我日記 看到我爸爸屁股的日記 我爸爸在我每篇日記 後面寫的比我還長 然後寫大堆人生道理 他看著我 突然中了眉頭 我說 你真的比我還可憐 所以從初生開始 你爸爸就抓著你 想個不停 高內人生的方向 我跟我爸爸總共回憶起來 不到十句話 你爸爸在一天就講完了 你爸爸一天就講了一百句話 難怪你這麼壓抑 突然很了解對方的背景 終於很懂對方 譬如我跟他講說 吳先生 我小時候好窮喔 他說多窮 我說窮到 我爸爸每次說 家裡窮到沒有錢去買米 就叫我去借 去借那個 跟人家借米 然後寫個車上調整 然後就跟隔壁的鄰居去射那個香煙 我爸爸每次都要湊兩包新樂園 都是我去跟隔壁的那個 賣香煙的叔叔 去借兩包煙 那叔叔很同情我 因為我爸爸沒有錢買煙 不是我的錯嗎 那那個人還會丟兩個糖果給我吃 我就在跟文廷人講 我很可憐的事情 講到他這樣說 他說 喔那你滿有錢的喔 那你生日的時候 你們家裡有沒有過生日 我說有啊 我爸爸就會煮一碗麵 打一個蛋說 再窮也要讓孩子過生日嗎 他說那我告訴你我多窮 我們家裡喔 如果有一碗湯 上面如果有一滴油 有一滴油在上面 大家都不敢煲 好想撈那滴油 結果那碗湯什麼都沒有 那只有一滴油 那誰該吃這一滴油呢 他就一直在看那個油 頭水流下下來 他說那誰比較窮 我說你比較窮 他說我窮到小學畢業學校第一名 我說不能升學啊 他這樣一講完全懂 為什麼 我念的雙元國小 萬華的雙元國小 就是有一半同學 成績再往都不能升學 成績再往都不能升學 為什麼 他繳不起那個初衷五百塊的學費 繳不起初衷五百塊的學費 就是普京異名也沒有用 我就是沒辦法升學 那我爸爸的背景是 他去借錢 然後去申請 叫我們申請獎學金 去讀了每本書都舊書 就是我去孤寧街買舊書 去讀暫學 因為為了要節省教課書的錢 然後我一定要考前兩名 拿申請獎學金 我才能夠繼續讀書 我爸爸是靠了這個方式 讓我每個小孩 一直小學畢業讀初中 初中畢業讀告訴我 然後一直警告我們說 他拿不到申請獎學金 就不能升學 像一路讀完大學 大學畢業念博士 我想起來 我實在比文靈登幸運太重了 文靈登就是改名了 他就是天才 他在聰明 他還是小學畢業初中 念了就來台北打工 十五歲 就變成別人的工人 幫別人洗 幫老闆娘洗衣服 幫老闆娘送便當 然後慢慢慢慢自己賺到一點錢 開始慢慢拿回去家裡面 還要養家 他就待在過程中 發生他的初戀 因為他初戀前 也是從九分來的 兩個人就這樣子 在台北工作 互相賺完錢之後 互相給對方一點點 然後拿回家裡去 然後最後用這一點點錢 去念一個補習學校 後來再考夜見部 為什麼 因為他也念不起日見部 所以他曾經再好 只能去念佛人夜見部 為什麼白天要開始工作 所以文靈登很早就開始在社會上工作 所以這些也幫助了文靈登 在他潛作裡面 經常出現小人物的背景跟心酸 所以文靈登從電影也好 到後來舞台劇也好 他突然喚起了非常多 不會走進電影去看電影了 或者是不會走進舞台去看舞台劇的人 突然非常感動 因為他既然說出了非常多文靈登 替他們說的那些話 這就是我跟文靈登 一路作為朋友 就作為敵人 一路成長中我無的了解 所以他的作品其實我非常熟悉 他作品我非常熟悉 因為他告訴我他的背景故事以後 大概他就是這樣寫了吧 他的劇本就一路寫到現在 所以今天要講的這個 鬥傘跟那個 背景的基本感覺就是 他用他自己成長中 他最熟悉的人情關係 人與人之間的 很講義氣 很講信用 然後人與人的那種 舊時代的人與人的人情 那他最能夠訴說 他最能夠感動別人 通常都是講小人物之間 沒有錢 沒有未來 也不知道明天還要不要活 可是他們最珍惜的 反而是彼此之間的承諾 我承諾你什麼我就幫你 所以他很愛講一段就是 他爸爸過世以後 他爸爸是因為 也是因為寬宮後來得了戲費 各位如果知道故事就是 他爸爸最後是跳樓自殺的 就把雙路打開來 把他們全部都騙走 跳樓自殺 基本上是很悲慘的 可是他就很喜歡講這段說 爸爸的死之後 然後下著大雨 他的所有朋友都幫他送 送上山那一段路的時候 全部的朋友 他的朋友就講的是 都是各自得了戲費 也得了戲費 也不知道自己明天還可以 活多久的那些朋友 送他最後一程 他很愛講這一段 因為他覺得 用這樣的一個形容來講 他所理解的爸爸的一個世代 怎麼樣活著 是最容易描述的 那大概可以這樣吧 我的開場大概說到這裡 那我就很想 他做一個影片 跟做一個太年輕的人 他又瞭解我們那個世代的悲傷 其實我們那個世代蠻悲傷的 所以悲情成是那個悲情代表的 就是台灣從我們上一個世代 到我們這個世代 所感染的那個悲情 就像遺傳一樣 好像基因一樣 緊緊扣著我們 雖然我們有時候在講笑話 可是笑話的悲友 基本上都是很悲傷的東西 那我剛才講說 我跟念中為什麼 會變得這麼好的朋友 就是我們偏偏就是 就是來自兩個不同的家庭 所以兩個家庭 都是在那個族群裡 非常底層的 就是很底層的 我爸爸也是屬於很底層的外省人 他也是沒有什麼保障的 永遠沒有自己的家 所以我爸爸媽媽 離開這個人間的時候 沒有留下任何東西給我 也沒有一個房間 也沒有一個房子 所以一到過年 別人問我說 你老家在哪裡 我說我老家就是我家 就是我後來自己買個房子 我自己住著 把我兩個小孩養大 我有孫子 我就是我老家 我沒有老家 因為你要問我爸爸媽媽 他也沒有家 所以我講這個意思 就是說 其實我們今天 Focus在一個台北的城市 也好 新北市的城市 它就是述出了 我們這個世代的人 在創作中 不斷地敘述我們成長中 我們跟土地的關係 還有跟家的關係 會變成我們的電影 也變成我們的故事 變成我們的威權 因為想說我們是非常幸運的 非常幸運的一群 尤其之後我自己在做電影的歷程裡面 比方每次金馬獎 想要堅持一些事情的時候 總有小玉老師在後面幫我們撐腰的 才能夠做到現在 那念生導演其實離開電影圈很久了 現在他比較熟悉他作為一個作家 電視人 劇場人 等等的這些身份 可是 2009年 當金馬獎終於把這個終身成就獎 頒給前中影的總經理名記老總的時候 那時候請小玉老師跟念生導演一塊擔任頒獎人 念生導演就出馬了 後來我就想你既然都被誘騙出來 2010年我們就誘騙他來拍CF 2011年那時候金馬要拍一部石家石的電影 其實假借建國百年之變 那我們一定會被要求要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又並不想你叫我做什麼事 我再去做那件事 我們就自己先偷動了 所以2010年那時候就想到這個計畫 就想邀請十位資深導演跟十位興瑞導演 每個人以五分鐘的篇幅 去描述你想要拍關於台灣的任何的東西 那時候我們也斗膽去誘騙念生導演 但其實我們沒有抱任何希望 因為想說在《豆嗓》跟《太平天國》之後 已經這麼久了 十多年了都沒有再碰電影了 沒想到馬上就答應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報恩的 可是我放下電話以後馬上就後悔了 你懂嗎? 就是說你本來是一個在鋼琴架旁邊幫忙翻琴谷的那個人 突然要去做四手連壇的 有點不自量力 但因為小葉老師在說 應該放心應該完全沒有問題 結果他今天一來就說他嗓子啞了 我就不能只問問題而已 可是回到剛才小葉老師提到的這些世代也好 這些事件也好 確實台灣電影 特別是他們聲風點火的80年代的台灣電影 對我來講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承認我是比較早熟的觀眾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看小葉老師編劇的 《南海與孩的戰爭》跟《成功嶺上》 他就平地蓋起 那可能下面是下水道或是 反正就是很驚人的結構 我記得我在板橋戲院 板橋的一家叫做新華戲院看電的時候 那個戲院裡面會有一個下水道的蓋子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因為太多人了 然後又沒有清場 我們住在新北市 以前的台北縣沒有那麼多規矩的 看電也是不清場也不對號的 可能有頑童還是什麼 大家合力把那蓋子掀起來 結果害得 因為當時不清場也不對號 所以當電影院裡面塞滿人的時候 是比蓋大巨蛋還危險的事情 就是那個城仔是很恐怖的 結果有個民意代表就掉到那個洞裡面去 後來隔天上社會新聞 因為《成功嶺上》 《駭威民代》掉到那個洞裡面去 我都覺得很好笑 我們在那裡看這麼多年電影 都不知道可以掉到地下水道裡面去 但是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可是我小時候看的電影 都比較是一些 我們現在講比較逃避主義式的電影 小時候看很多的武俠片 主要都還是以香港為主的 但是我小時候很崇拜張玲 很喜歡保鏢 我從那個幼稚園就非常崇拜她 然後看了很多瓊瑤式的三天電影 我很多的那個 威權跟自然概念都是來自於瓊瑤電影的 比方說那個女主角 一抱著基本說跳著跳著就會摘下荊棘雨 我從來不知道荊棘雨是什麼 我是看了她的電影才曉得 然後女主角撞到男主角就會講出 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淡細厚福 然後你看又學到了文學知識 最後男主角從鷹架上摔下來 我才知道原來那個東西叫鷹架的 都是電影教我們的 無論電影好壞 你看那是一個很奇妙的幸福的時代 但那些東西都離我們很遠 老實說 我小時候真的以為大學生都是這樣子的 就頭髮沒有長髮披肩就不能讀大學的 如果你沒有穿那個控拔牛仔褲 沒有爆兩本書是不能上大學的 然後大學生我們都覺得 都是在校園裡彈吉他 不然就在草衣上回來滾去的 好羨慕喔 因為我們都有制式的制服 制式的書包 因為書包上還要有學校的名字 還不能自己隨便買 然後什麼都那麼守規矩的時候 大學真是一個解放的天堂 但等自己上了以後才知道 不是這個樣子吧 那80年代看到 就是小野老師跟電視導演 他們身風天火的台灣青年 那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刺激 大概我開始 我想畢業 國中開始就在看這些影片 我曾經寫過一個文章 叫說 所謂街頭這個揭壁臨次的戲院 就是我年少時的廟堂 就是我不是在課堂上 學到或是認識台灣的 我是在台灣電影裡面 知道這些事情 或者知道 父子輩的這些過往 或者是 我終於知道一個電影 跟所謂的土地跟人的生命 可以有這麼密切的結合 而不再是 報兩本書蹦蹦跳跳 踩下一節驚奇語 然後不斷地說 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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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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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世界的 當然各自有各自的美好 跟它的用途 所以 就是說 新電影那段時間的 甚至後來有發生一些論戰 或什麼 我當時作為青少年的我 都覺得有點奇怪 對我來講 我當時覺得你們這些大人 到底在不爽什麼 就是說 終於出現了這麼這麼特別的電影 你們應該感到高興才對 你們看到外國電影 怎麼都不會這樣反抗的 然後當台灣電影出現了 這麼這麼特別的角度也好 這麼特別的故事內容也好 這麼特別的表現方法也好 不是一件很爽快的事情嗎 所以就當時求之若可讀來講 根本沒有任何疑慮的 那加上我又比較幸運去 大概那些論戰開始的時候 是我讀高中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建宗讀書 建宗真的有某部分上得天獨厚 那個不是我們的努力 那個就是他真的得天獨厚 他會有一些別人沒有的資源 比方說像這些人會來建宗演講 嗯 那我們以前都覺得理所當然 我們都以為他們到每個學校去演講 後來沒有 他是有挑的 那是一個很迷人 因為我在讀高中之前 除非都是招會上 就是學校逼迫你聽的知識化的演講 我們是聽不到所謂學生自己從外面請來的人 我就記得有一次 我第一次聽到侯孝賢導演演講 在高中說就在那個 你如果去聽演講 就不用參加將棋典禮 所以我們都會去聽演講 因為就不用參加將棋典禮 然後呢那個 侯導根本就亂講 就是感覺上沒有準備 他就胡亂這裡講一點那裡講一點的 但很有趣 就他的亂講當中完全 呈現出他的性格的 比方就覺得 童年往事沒有得金馬獎 這是好事欸 如果這麼極端的電影得獎的話 可能會完全撕裂 就是電影界跟 就是影展跟電影獎之間的情感的 所以他覺得 我這樣過了一生得獎是比較好的 我們當時就想 怎麼會有這種人 突然他就跳到說 欸你們知道你們以前有個學長叫楊德昌 就知道 他說楊德昌跟他說過一件事情 有一次那個就是招會時候要做早操 然後那個就是體育老師一到司令台 喊了一聲說 陳體操隊形 散開 然後他會喊一聲 然後就開始散開來做體操 然後說這時候突然在這兩邊的學生 全部往教室裡面衝這樣 然後結果所有操場上學生都衝光了 只剩體育老師站在司令台上 看著這非常奇幻的這個時刻這樣 他就開始跟我們講這些這樣 然後突然這樣騎的聲音就出現 他問我們 那我們到底是不是應該停止演講 還是繼續這樣 所以真的是一方面 我們自己在看這些影 這些作品所得到的啟發 另外一方面 真的是從天而降 天降甘霖般的 所以我記得當新電影跟台灣的媒體 台灣的機關 台灣的觀眾 開始產生一些矛盾或者是隔閡的時候 當時還有另一種電影宣言 那我記得那時候也到學校裡面去做台 所以我那時候我就印象 那時候有無電燈導演 有黃建葉老師 然後我記得唐諾也有 西台劇也有去 反正就是一堆我們平常聽到名字的人這樣 然後就要來開始講他們的看法跟理念的 然後就跟台下的同學開始辯論 就是電影應該怎麼樣 很有趣的 我們光聽他們吵架就覺得太好玩了 就是太有意思 真的比立法院的新聞好看 太多太多太多的 所以我就覺得我自己非常的幸福 就是真的在台北的觀眾是比較幸福的 所以後來考大學的時候 我唯一彼此不從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絕對不舔北部以外的學校 我沒有辦法想像 看不到這些電影的日子該怎麼活下去的 那包括金馬影展啦 因為那個時候全台灣只有一個影展 每年只有那三個禮拜可以呼吸到新鮮空氣的時候 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現在是電影多到不知道該怎麼辦 很希望自己可以分身的 就是很多電影是好看你想看 但沒有時間沒有身體去看的 那以前是 哇 如果這時候來到的話 那簡直就是像嘉年華會一樣 非把握你的時間跟機會不可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特別覺得跟這一代的電影創作者 就是特別的親切的 然後又很害羞 所以我就 小優老師真的是少說我比較不怕 不怕 我每次看到他們都會很緊張 會自然很 我記得一零年請 聶正導演跟 聶正導演來拍金馬CF 那我們要去探班 緊張得要死 然後他們說 欸 坐下來 我從頭都不敢坐下來 我就在旁邊站著 他們覺得我很不視像 可是我真的覺得 我不能跟他們坐在一塊兒 我以前也不太敢跟胡道講話 雖然我跟他工作那麼久了 那後來我才發現 他又不在乎這個時機 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越自然越好的 那今天要來講這個之前呢 我又去把 因為題目後面有特別提出了 就是《飛行城市》跟《豆撒》這兩本書嘛 我還真的有這兩本書呢 我一打開發覺 我是在1989年幾月幾號 在光華商場買了這本書的 然後我才發覺之前 這個電影書真的有趣的很多 為什麼 比方說你先如果去找出 《飛行城市》這本書 《飛行城》這本書 不是在他得威尼斯一展 金石獎以後才出版的 他其實在得獎之前就已經出版了 然後呢 那本書裡面其實是 分成三個大結構的 第一個部分是《飛行城市》十三問 其實是朱天文 另外一位編劇 朱天文 朱老師寫的 可是那個十三問現在看起來更有更好玩 就是當時的很多的疑問 在現在其實已經不是疑問了 那你會有點意外是當時為什麼 這群電影人要這麼辛苦的 還要解釋跟爭取這樣子的一個生存空間 比方說火孝賢是不是票房毒藥 電影是商業或藝術嗎 等等等等 反正一大堆 都在十三問裡面的 其實很多答案都已經出來了 你可以回到二十六年前去想像 那個問題的嚴重痛苦 跟大家想不開的那種狀態的 那更有趣的是在接下來是《登場大綱》 這個是朱天文的創作 在接下來是《登場劇本》 是林鄭導演的創作 而不是像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電影書 出現的劇本其實已經是 我們最後看到的電影的成品的文字化 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看這本電影書 在看電影書裡面的劇本的時候 你是可以看到那個編劇的寫作 跟後來導演拍出來的影片的差異的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看到的大部分電影 出的劇本其實是假的 不是真的劇本 而是跟我們看到的電影成品 是一致的東西這樣 可是那個時候出的劇本 我覺得寫作者的 就是文學家的或是編劇家的 那個堅持跟那個力氣是很重的 就是我要讓大家看到 我原本是這樣寫的 然後拍出來是另外一個 我要《面戀封城》也是 《悲情城》是 《逗藏》是 我記得《孤領街少年殺人事件》也是 因為我在看《孤領街少年殺人事件》 的劇本書的時候 做了好多的筆記 為什麼我看電影沒看到這一段 或者是電影裡面有哪一段 這個書上 其實沒有 後來我才更搞清楚了一件事情 我在《悲情城》裡面看的《孤領街少年殺人事件》 是修剪版的 就是不是後來那個四小時的那個完整版 是少了將近一個小時的那個版本 有好多好多離奇的事情 我記得80年代末期 那時候台北市 滿滿都是那個NTV啊 那個對我來講 這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比圖書館還具備強大功能的地方 有些大型的那個NTV 你只要走進去 你只要講出片名 他都可以生出LD或生出錄影帶給你看 你在那段時間看的電影 可能比在大學家研究所讀書的時候 就是累積的那個片量還要驚人啊 那個是一個沒有著作權法 完全沒有法治 沒有那個概念 那個時代裡面的一種天堂的狀態 我記得那時候我走到NTV裡面去 看到了一片LD LD就是規格像那個唱片 唱盤一樣大 但畫質比較接近DVD 然後容量比較小 所以還要翻面看的 那你片子太長 可能還有兩片三片的LD 才有辦法裝載進去 那個時候畫質最好的就是LD 那我看到了童年往事的LD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把它拿來看 因為我明明看過這部片子了吧 但是因為它是日文的 不是我從而我只是好奇 那個日本人看的童年往事跟我看的一種不一樣而已 結果還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我看到我才知道原來 它原來的長度有130多分鐘 有130多分鐘 我在電影院看到的 我記得只有110多分鐘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 那是我考完高中的暑假 在中國戲院看 我有點病態的地方在這裡 我都會用我在哪個戲院看什麼 來記憶我跟別人所發生的事情 連跟誰看我都記得一清二楚 因為那個電影對我的影響太大 我才發現到我竟然在我的國家 看到我國家拍出來的電影是不完整的 可是我竟然在一個日文字幕版的LD上面看到完整的樣貌 是這個樣子 還有很多很奇怪的這些事件 那我就記得那個時候 麵真導演到學校裡面去講另一種電影學員的時候 他講到一件事情 既然要吐槽我們就大概一起吐槽吧 他就說 因為他當時編了兩個劇本 不是他很多劇本 但是當時還有一個是父子關係 父子關係得了金馬獎 最佳改編劇本獎 烈烈封城是全軍附魔 烈烈封城是一向都沒有入圍 不是沒有得獎 是連入圍都沒有 對 同一屆在1986年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多前衛了 好 然後呢 他就告訴我們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說他第一次看烈烈封城的時候 他覺得他被強暴了 就是剛才小雅老師說的 那是他的初戀故事 但他完全看不出來跟他有什麼關係 就是就電影拍出來跟他有什麼關係 這樣 所以他覺得他 所以你看我都貢獻了我的初戀 就是你拍成那個樣子 然後我們笑了東腦七 然後突然在接聽 就是說 但是我看第二遍的時候 我就 我就認了 就如果對方是這個樣子 我就認了 因為他已經拍出了一個 都講超越 你看說跟你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一個全新的 完全無愧於你的 新的一個創作體 一個生命的時候 我認了 他叫我們去看烈烈封城 然後他說 當時中國信任兩個廳 一邊在演烈烈封城 一邊在演 父子關係 父子關係票房非常好 然後他說 他站在穴門口 非常想要叫 買父子關係票的觀眾 換票去看隔壁的烈烈封城 他就告訴我們 就是這件事情的 我們就覺得 真的假的 這麼有意思的 好 那 我記得在 《悲情城市》那本書裡面 那個時候 電燈導演還不是導演 他是一個專職的編劇吧 在《悲情城市》那本書 1989年說的那本書裡面 朱天文就提到了說 侯導跟電燈導演講說 你其實應該去做導演了 你應該做導演 那麗燈導演在1994年的時候 拍了《鬥桑》這個影片 哇 1994年是台灣電影 也是 不只是台灣電影 是金馬甲一個非常非常 驚人的年份 那一年裡面 楊德昌拍了《獨立時代》 蔡門亮拍了《愛情萬歲》 吳念珍拍了《鬥桑》 然後王家衛拍了《東邪西獨家重慶森林》 關錦鴻 拍了《紅玫瑰白玫瑰》 你以後評審怎麼辦 他強到一個很可怕 比金馬50 還有可怕的地步 我覺得 李安還拍了《飲食男女》呢 你看那一年得罪死人 就是這麼這麼多厲害的電影 擺在一塊都該如何是好 然後我記得 那時候 然後 對 那也是梁朝偉 第一次拿到金馬獎的時候 因為他的對手就是蔡振南 就是《鬥桑》的蔡振南 就是他們兩個競爭 非常非常的激烈 當時我們一直以為 蔡振南會得獎 結果沒想到 演了半部電影的梁朝偉得獎了 因為重慶森林裡面 他是前 對 他是後半部 那個顧沙跟王菲 前面半截是林青霞跟金城武 對 沒有想到梁朝偉得獎 那時候還有一個香港導演 不要說是誰吧 那個香港導演還講了重話 他說回到香港 要怎麼去面對江東復老 他意思說他不認同 梁朝偉可以從一三年得獎的 沒有想到這個獎 一般又改寫了華語電影史 那個是梁朝偉的第一座 明帝獎的 金馬五十訪問梁朝偉 念字在字的還是這件事情 那個第一座很重要 第一座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像張曼玉1989年 有點三個月的故事一樣 好 那我就回頭看那個鬥桑 因為鬥桑真的比較難 我說比較難的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如果要回頭看 這兩部電影的話 電影城市比較容易嘛 因為市面上一百五十塊 就可以買到這麼兩個DVD了 鬥桑很難 鬥桑非常非常難找到DVD 我不曉得有誰在追尋這些 你有看到過鬥桑 我找了好多年都找不到 只有以前有VHS的不以待 都沒有後面的那些 再延伸出來的這些 視聽的這些產品 然後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再回想起我當年看那部電影 除了剛才曉得老師提到的那個部分 有一場戲我印象是特別深刻的 是其實就是念真導演的童年的一個事情 就是送便當去給爸爸 然後看到那個爸爸吃飯的時候 那個手還會抖的 然後之後要小睡一個午覺的時候 然後看他在夢境當中 那個腳還會不時的衝動 然後突然 就明明原本是出太陽的 突然就下起了太陽雨 然後作為兒子的他 就立刻就打在 爸爸已經睡著了 然後他拿起一個塑膠布 就是讓自己的背就是背雨淋這樣 然後因為你把手往前撐的話 整個面積就擴大了 他就把這個塑膠布 就是替爸爸遮雨 然後呢這個 所以爸爸不知道下雨了 睡得很沉 醒來以後呢 就只看到就是他全身濕透了 然後就罵他 就說你這個趕快回去照顧弟弟妹妹 還跑去玩水 因為他的衣服全都是濕的 他就講了 就是裡面 其實電影當中也有拍到 那一段戲讓我特別特別的印象深刻 特別的動容 現在應該不會 尤其應該不會發生在 寫愛老師的身上 就是那種父子疏離到這樣的屁股 就是很多東西 你不會說出來 你會去做你不會說出來 然後那種 因為他也沒有解釋 他就悶悶的就走 他並沒有跟爸爸說 你不知道剛才為了 為了幫你遮一杯雨 成這個樣子 但是那一個場景 就是那一個印象 那一個記憶 好深刻 好生動的 甚至也讓我們看到了 尤其在豆撒裡面講到那個爸爸的國族認同的部分 我覺得也是非常非常迷人的一個部分 我們老是以現在的政治正確去批判別人的某些認同 覺得哪一東西才是對的哪一東西才是錯的 然後動不動就搬出那種所謂的歷史的正統出來 歷史的正統也是某些人所定義的 並不代表所有人的情感 其實是如此 他裡面描述到那個爸爸對日本老師的那個記憶 對那個日本的那種某種憧憬 然後就提到的一件 不過念真導演實際上會把文章話故事最後變成了喜劇 或是一個飛色喜劇 講到那個他的妹妹回來的那個美術作業是要畫 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然後爸爸難得非常慈愛的說我來幫忙 然後最後把那個青天白日的白日畫成紅的 然後妹妹就很生氣了嘛 因為這個共產黨這樣 因為你把我整張畫都毀了嘛 而且你知道我們小時候 大家都有小時候畫那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最難畫的是那個白日嘛 所以那很麻煩還用圓圍還要算 因為你畫的不準 萬一那會幹嘛的話 就不夠愛國會幹嘛 現在應該不會 現在就是有才華跟有創意 以前是有問題的嘛 然後我好不容易畫好了那個 十二道光芒跟那個白日 你看不到圖成紅的 那爸爸說你看過太陽是白的 太陽當然是紅的 你看一下日本的國旗 那你長完以後妹妹就更生氣了 很多然後又講到那個弟弟 就是稍微大一點 跟同學回到家裡來 看電視轉播 轉播什麼 轉播球賽 然後爸爸就問 哪一隊跟哪一隊比 當然是中華隊啊 當然是台灣 台灣比賽 我們台灣自我能關注嘛 然後說跟日本比 爸爸說那不用比 日本一定會贏啊 你看人家經濟多發達 文明多發達這樣 怎麼可能會派個那個三角貓來比賽這樣 呵呵呵呵 那不講就算了 你知道會有的那種代溝跟親子的那種衝突 那時候就找到了一個爆發的點嘛 所以大家毛起來幫中華隊這樣 本來就會幫中華隊加油 但是加油就更大勝了這樣 打死是本鬼子 打死是本鬼子 其實是為了雞爸爸 因為爸爸還講說 日本輸了我就切腹呢 結果最後大家就打 切腹切腹切腹 因為中華隊贏了 然後父親氣得那個 面紅有吃的這樣 我們知道啦 當然要用這樣去挑釁 那個父親的權威 好像也在挑戰他的 某種政治都不正確的 可是麵森導演在描述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知道那種悲中待悲 那種情境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非常非常迷人的 我想做個不太正確的一個比喻 我說如果大家動動就把侯孝賢 來比你日本的小金二郎的話 那可能最靠近三點陽次的應該是 是無念真 是最貼近所謂的國民電影的 或是最會說故事的 就是那種狀態的 應該是無念真 那這大概是我在對 就是對這兩個作品的一些印象 那在2003年 那時候我還沒有做過金馬獎 第二年做台北電影節的時候 那個時候因為 就從2002年開始 台北市政府把台北電影節的 某個方向就是改到了 做這個所謂的城市的 或是國家的這個主題 表面上是城市啦 但其實大部分時候都是做一個國族 電影的一個專業的這種概念 那在2003年的時候 那時候做京都 其中一個主題是做京都 所以就邀請了日本導演 四川準 他前幾年過世了 那四川準本來是一個很有名的廣告導演 後來拍電影 就是建立起另外一個名聲這樣 四川準導演那時候到台灣來 他只有一個要求 就是帶他去九份 他要去看悲情城市的場景這樣 好 然後呢 地培就陪他去九份 這跟我們今天的講題 好 他回來他其實有點難過 他其實有點難過 不是因為周遲龍 對 他說怎麼變那麼多 他覺得2003年的九份 跟他在電影當中看到的九份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他以為電影對那個小鎮 帶來的一個影響 是讓那個小鎮被保留的 像電影當中的那種模樣 而不是三步有一個 五步有一個 那樣子的一個變化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見仁見智 當時我們就安慰他說 你還算好的 這個安慰其實有點病態 我們說你還算好的 你只是看到現實跟電影的差異而已 我說在你之前有一個日本的影迷 因為看了練練工程 然後呢 非常非常的感動 他就決定來台灣學語言 他就去師大的那個語言中心去學國語 他學成了以後 再看一次練練工程 他還是看不懂 他還是聽不懂 因為練工程是講台語的 練工程其實從到尾幾乎都講台語 他認為他苦學了兩年 應該都可以聽懂 他愛的這部電影的語言 對吧 還是失敗了 我說嗯 你看他花了兩年的時間 師傅花一天的時間 就是穿了整袋 然後讓他大笑 也是也是的 就是你很難想像一個人看 一個練生導演的初戀故事 變成了一個跟他好像 快要發竿子打不著的 侯孝賢的電影 侯孝賢的電影 又跟一個好遠好遠的一個 日本無關的觀眾 牽引起了一個很怪異的 他想要去追學某種東西的動力 然後跑到了一個異國裡面去學語言 而這一天的源頭是因為我們練生導演 談了一段失敗的愛情 對 人間事也是很難說 所以我大概先丟些這些東西出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對於 原生導演的這兩個作品 我當時跟後來所曾經 遇到過的 跟感度過的這些事情 好 謝謝 還有多少時間 現在3.5分 現在3.5分 還要講那麼久 我看著文天想 今天想說繼續講 繼續講長一點 因為我是英雅 不過我在看文天想說 我剛才想說 我們倆是不同世代的 我剛才問他幾歲 他講說我真的很想笑 因為他不至於到我兒子來講 稍微誇張 他比我小18歲 可是我剛才聽他講說 我剛才聽個老頭子在講話 講那個遙遠的歷史 跟我沒什麼關係這樣 因為我所做的事情 比他還更遙遠 他講的所有事情 都發生在我 做完電影之後 你就知道我多少做電影 就說他剛才講成功影像 是我寫的 可是我說20多歲寫的 那你要記得讓安穎來站著 更好笑 那個年代差不多是3天電影的尾巴 有人找我寫電影 我當時花3天時間寫好了 因為我發現電影好簡單 三角形動作 兩點就是對話 我寫三天就交劇本了 後來被我小姐罵一頓 因為我認識那部電影的副導演 你就知道我的歷史多悠久 我認識我這群朋友 全部都是在非常年輕的時候 甚至於都還沒有變成導演之前的副導演 或者是一個像學生 就蔡明亮 所以我認識太早 所以我的歷史太遙遠 所以剛才我在聽 我一聽他講一個 其實比我更轟的歷史的時候 我覺得你是個老人 那我呢 那我不是變老老人這樣 那剛才講到很多 他講得滿跳躍的時候 各位大概 要稍微瞭解 1980年代是一個怎樣的年代 1980是一個非常精彩的年代 可是在台灣是非常苦悶的年代 1979年 美麗島事件 所以台灣有一段時間 有黨外所謂黨外的抗爭 1979年 年底發生美麗島事件 所有黨外人士 就是現在各位看到民進黨 那時候大佬 那些大佬全部被抓起來 所以天佳一片太平 好像沒事了 那更可怕 因為你把反對人士全部抓到監牢裡面 而且要判死刑那時候 那個外國人 外國政府來加壓力什麼 那多可怕 那事實上為什麼要對 那個反對黨全部抓起來呢 因為台灣跟美國斷交 台灣跟美國 不是 美國跟台灣斷交 講錯 那時候我們講中美斷交 因為我們講中是中華民國 實際上會搞亂 中美斷交就發生在美麗島事件的年初 那我們那時候都非常年輕 所以應該算是愛國分子 我那時候在1979年 要申請 出道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已經拿到獎學金了 可是我在那個之前 我已經寫了很多小說 因為我在22歲開始寫作 我24歲就出了第一本小說 《勇之聲》 他莫名其妙去辦得非常好 我就覺得世界好像非常容易 就寫本小說去辦得全台灣最好 然後去辦得很有名這樣 他24歲 人生不需要該做什麼 因為太早成名了 所以我就說 後面再也抄不過前面的時候 人生真的好苦悶這樣 我記得這個時候 寫小說 有人找我改編劇本 我就寫他看 有人叫我寫成功禮 成功禮 成功禮不然大賣 賣到每個老闆都一直很愛描寫 當天每天演完之後 拿著麻布去專心臺幣的故事 其實成功禮當然也不是照我寫 是找一個 無方不要拍一個愛國電影 後來導演被誠不贊成 寫成是一個 在成功禮上有個匪諜出現 大家在抓匪諜的故事 那太無聊了 就找我說 那換笑也來寫好了 我們就寫成一個 很好笑的軍中笑話 後來各位所看到 所有軍中笑話的電影 就是從成功禮上開始 當時有一個人叫許不了 許不了就被導演發現 他是一個很好笑的演員 雖然演了第一部電影在成功禮上 他幾乎是台灣的卓別林 各位如果看過卓別林電影 就知道許不了有這個編分 他只要腳伸出來 再推回去打就一直笑 他只要手一抓頭打就一直笑 就是非常好笑 那部電影也因為他而大賣這樣 可是我在從事電影工作 覺得台灣電影一點希望都沒有 因為剛剛文廷娘已經講過 怎麼電影跟社會非常脫節 不但是大學生要談其他 到海邊散步 愛情只有這一種方式 而且那個隨著編劇越來越有錢以後 那個豪宅裡面的游泳池越來越大 這台北好像實際上 台北怎麼會全部是豪宅 游泳池越來越大 跳下去游泳 游完之後談戀愛 談完戀愛就 反正不死人間煙火 那個他其實找我編劇的話 我也可以編 可是我就覺得沒有什麼成就感 我就在一個年輕時代 參與了文學 參與了電影 所以我還是選擇想出國 就在出國前戲發生每一道 事件之後 中美斷交之後 我就拿到美國 紐約州立大學給我獎學金 我就分了個不要 就在新聞上發布說 美國人背叛了我們台灣 我宣布我不要美國人的寫 我不出國了 新聞就出來 我變了愛國分子 我並不知道這次的愛國分子 這個新聞 影響了我這一輩子 因為有一個人看到 這個人是誰我在講 有一個人看到說 這個人叫小野作家 寫過成功影像 這麼愛國 軍中電 然後也蠻有名的 有水泳之聲 然後書也很白 進行能夠很帶種的 放棄美國獎學金 這個人真的了不起 可是後來我 一見報之後 一見到很多表現 我說小野你什麼意思 你拿到美國獎學金不出國 跟中美團交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都不能出國 我們不能移民 我們不能留學 有什麼道理 以前是義和團 搞義和團 你自己不出國 還要發布新聞 害我們每個人出國 那邊背叛國家了 就被拉錯 媽一種 公阿里昂在那裡 小野一個人跑著 乖乖出國去念書 然後被他媽一個人 乖乖的時間到了 兩三個月後 就帶了那個 美國 杜璇虛格跟賈玉琳 告別我的老婆 你小孩 那時候已經結婚了 搭上飛機出國了 然後 經過海關的時候 海關 全國一片飛漆 因為中美斷交 第七艦隊開走了 台灣已經完蛋了 非常多人在移民 房價狂跌 所有人都要背叛自己的國家 背叛自己的土地 因為已經垮了 蔣經國是都完蛋了 所以把所有反對的人 全部抓起來 因為他們要造反了 因為當國家混亂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趕快把第一人抓起來 因為他們會 那通過選舉開始 罵這個國家 你看這個國家已經斷橋 已經沒有希望 要另外一個正常起來 所以我要講就是 1980就是這個時代 我在1979年出國去 到了美國去 非常不實際 整個人走在美國的土地上 每天發生那個 台灣傳來的時候 陳寅登又被抓了 什麼什麼 然後我去讀了那個學校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是台獨大美營 有紐約中立大學 巴佛羅菲校 後來台灣民進黨好多立委 是畢業在這個學校的 我不知道 我是一個很傻的人 我傻不過我就去了 因為大家罵我說 不應該不去 我就去了 去念分子生母 然後在校園裡面 其實非常破壞 因為台灣正發生了很多事情 天天看到新聞這樣 然後來迎接我的台灣 台灣那個同學會唱個萬春風 琥珀 開始一直罵國民政府 我想這首人很怪喔 台灣同學會這樣 就不講台語 唱台灣歌 唱琥珀 我們才知道 後來才知道這個學校 畢業了非常多台獨份子 我不是 因為我什麼都不懂 我對政治就是 一鼓愛國熱行 後來1980年代 我放棄讀 最後中國還是放棄我讀 分子說我回到台灣來了 當時看到報章 又登出來說 小野終於回台灣了 我記得我有幾個朋友 還拍外線盤說 回來是對的 大家一起努力打拼 但是1980年的事情 我聽到一種變化 就是當初看到這個愛國分子 大漫美國的那個愛國分子 那個人就是中央電影 或是總經理 叫做明記 他就是當初 嚴覽吳念珍去的那個 一個總經理 他真的非常非常有眼光 他看中吳念珍 真的非常有眼光 他看中我更有眼光 所以我跟他進去有半年到一年 什麼都沒做成 因為他去了一家全台灣最大的國民黨機構 各位如果了解 國民黨機構是多麼的 能拍成新電影 你知道我們是多麼了不起 國民黨的打贏世界中央電影公司 在經理級以上全部是警報員 我想講電的不誇張 只要做到經理級以上的 又紅又雙 全部警報訓練過的 有誰能夠在他們之下 能夠拍一個反對政府的電影 或者統治國民黨的電影 或者去同心看台灣貧窮 不公平不正義的電影 不可能 可是平平就發生了 所以台灣新電影 發生在一個最不可能發生的 國民黨的打贏世界 當年就是我念珍進去了 後來我進去了 我進去也是個誤會 因為我老闆以為我是愛國分子 他的愛國是愛國民黨 他的愛國是黨國 他如果我竟然這樣子敢 用自己的前途做 做這樣子堵不住 一定是個非常愛國的人 所以後來我找來 我一定可以拍很多愛國的電影 他真的這樣講 所以他立刻把我變成一個職位 是主管 所以我變成在反無念珍 同時他就找了很多 其實很優秀的人 包括滾石上面的董事長 段忠義 他當時是滾石上面的老闆 他竟然能夠說服這個人說 你放棄滾石啊 交給你弟弟啊 你現在終於上班 所以那個老闆 現在是講這個 很了不起的人 他的背景就是情報員 他沒想像過去在中國大陸 我們跟中共的情報員對抗的時候 身上是擺開把槍 是隨時直當上台的 所以他實際上用這個來比喻說 我們要怎樣 拯救中華民國的電影 所以當我們跟他要求薪水 要求我們的辦公室太暗的時候 他說毛澤東怎麼打贏的 毛澤東躲在沿岸窑洞裡面 才會革命成功的 你們跟著我打拼 中華民國的電影要靠你們的 我們要抱著 毛澤東怎麼打敗那個國民黨 其實他自己是國民黨 口水一直噴著目的一直 到時候我們說 汽水帶少不要顯 辦公室沒有超乎也不要顯 因為我們辦公室都被電影看完遮住了 是暗無天日的辦公室 我就跟我練成做完那個 暗無天日的辦公室八年 面對面上做得好無聊 然後就開始企劃很多電影 然後一步一步騙過我們的老闆 說這個電影是歌頌商民主義 拯救中國的 歌頌國民黨這個媒體 都不是 就拍到第三部就被他們發現了 就是兒子大王龍 你怎麼可能是歌頌國民黨 你歌頌商王裡面 三段都在講國民黨不行了 就講 黃村民的三部電影都在講 美軍怎麼在台灣佔領民 台灣 然後台灣人多可憐 吃到一個美軍的蘋果之後 謝謝大家 然後日本人只要賣電鍋給我們 然後多麼窮破了環境 三部電影就拍非常破落的 迴傷建築 非常破落的海牆 非常破落的年代 立刻國民黨發現 這個中央電影公司裡面 有匪電影 立刻展開調查 而且總盤對付我們 很簡單 就找一個頂平人協會 寫封檢舉信 其他自己也得錢 國民黨要對付這個人 就是假裝一個明天投書 說這部電影 汙蔑了政府 汙蔑了三民主義 模範神 所以不能上演 所以 我剛剛要補充他講的 就是 剛剛要補充文件講的 就是 在那個1980年代 這樣的年代中間 會發生新電影 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每部電影都靠偷偷摸摸 偷渡過去一片了 然後上演 大賣 沒話講 小畢的故事 賣得非常非常好 他其實裡面講的是個 本省女人在給老兵的故事 後來那個小畢 就是十七歲的 小孩子後來就 去跟人家打架 最後他朋友被他殺了 腸子流出來 可是最後我們就寫一個說 最後他終於重新報國了 報效果這樣 一句話就可以推過去 整部電影沒有這個東西 整部電影只在ending的時候 好像是當兵人這樣 就用這樣的方式一步步騙 可是為什麼騙得過 一上演一禮拜都非常好 幾千萬 那我們之前好多愛國電影 賣得很慘 反而用這個電影 救了我們台灣 救了我們專業電影的財務狀況 每部電影都賣得很好 賣得很好是誰的功勞 是觀眾的功勞 原來台灣社會真的變了 我們這些戰後世代的人 二三十歲的人長大了 我們下一代五十年次的 都變成學生了 當社會一個轉型 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誰都不是英雄 社會本身就是英雄 我們每部電影拍子要打受歡迎 並不是我們多厲害 是大家已經無法再忍受 過去那個游泳池越來越大 都住在豪宅的 或者是一個逃避現實的 台灣社會不是這樣子 台北市有很多窮人 很多人過得很慘 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當我們電影一步一步 開始去觸碰到 台灣真的身世的時候 感動了非常多年輕人 跟當時的觀眾 我想就是這個原因 後來展開調查 我最有問題 因為我來自法國 紐約大學 台獨大學 一直想 哦 循縣追 循縣追出去以後 小野文練生 他有問題了 文練生的身份 多麼有問題 來自鄺東家庭 講明南語 上班都講明南語 很多專家內容都講國語 沒有人講明南語 然後沒有一個人會上班說 用台語講話 而且幹掉用台灣 才用上次經講話 終於找到元凶了 我練生 那這個小子是外省第二代 可是他曾經去過美國 接過台獨的訓練 跟洗禮 然後帶著任務回到台灣 來加入專案電影公司 然後滲透成功 騙過老闆 以為我是愛國客人 就是我是台獨分子 結果我們倆就被檢舉 我真的不騙各位 不騙各位 如果我們倆被檢舉成功的話 台灣性電影 就是在1983年 我們是1982年開始的觀音故事 到1983年就拍出二十刀 被檢舉 後來誰救了我們 全部的媒體救我們 中國時報聯合報 所有的媒體救我們 因為所有的媒體的主編 都是三十幾歲年輕人 都是我們同一輩的朋友 他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他知道我們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整個台灣電影 那一刻開始 你會去改編黃淑敏的相同小說 你就知道整個電影的角度 開始轉向了 那個電影的方向開始轉向 而且演員都是用真實的演員 盡量表現真實 已經開始跟過去電影完全不一樣 開始 你好像一個真相要大白的感覺 我們真相終於要大白了 可是有人很害怕那個真相大白 你不能看到台灣真正的歷史 可是我們都是碰一點 碰一點 並不敢碰到真正的政治 比如二二八四天 真正的白色恐怖 不敢碰 因為你怎麼可能在做完電影從事拍這個白色恐怖 反而我們只能拍一些60年代的一些故事 好啦 其實台灣早期有台語片 可是到了某年某月的時候 台語片突然消失了 所有電影都講國語 原住民也講國語 原住民也是用標準的國語講話 閩南人也是講國語 客家人也是講國語 一直到《戀戀人風神》那部電影的時候 是1986年的時候 我們老闆已經換一個人 我們那個當初很相信我們的老闆 換了一個對我們充滿懷疑的老闆 他覺得我們這幾個混團一定會做怪 等著我們自己辭職這樣 可是不想說我們實在是滿厲害的 我們一直推出電影一直成功這樣 一直在國語上得獎 他實在沒辦法干中我們 那時候《戀戀人風神》終於拍成了 剛剛那個文靖長講的沒有錯 文靖真本來是想講的 他畢生中最痛苦的一個愛情 故事 他想拍成love story 他跟我聊天的時候說我告訴你 我犧牲我的愛情故事 我犧牲我的初戀 我想拍成一個非常青春的愛情故事 會大賣 你想想看love story是什麼賣的 love story就是兩個男女愛情 非常真誠的愛情 我就是要大賣一次給老闆看 非常簡單 要賣錢非常容易 因為文靖真很懂得人與人情感的人 你剛剛聽文靖長就知道 他只要講到人與人之間 父子關係 男女關係 他一定會讓觀眾流眼淚 他有這個本領 我講的是本領喔 不是通俗 那 結果 佛小姐一拿來的時候 就開始想 他那個佛小姐不是過去的佛小姐 他擺進一個阿公 這阿公變主角 阿公每天都在地上 看著天空的雲亮飄過去 看著土地飄過去 鏡頭非常遙遠 阿公在幹什麼都不知道 鏡頭很遙遠 很遙控的土地上 一個阿公很小 一個霧雲飄過 哇不得了 中國 中國繪畫裡面的卷軸就不出來了 速度非常的緩慢在移動 所以我世界影迷人都傻眼了 這才是中國的電影 雖然是在台灣拍的 可是非常中國 蔣薰先生就寫了一篇說 太了不起的電影 像一個卷軸一樣的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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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睡著了 慢慢慢慢 烏雲慢慢進來 風慢慢吹過 阿公在很遠 像一個烏鴉一樣的小姐 慢慢鏡頭的麻鏡 鞭炮聲響 那個男主角男生走下來 要出去台北工作了 鏡頭還是非常的遙遠 看不清楚 這樣 電影拍完了 我佛先生 沒有用強暴兩次那麼難天亮 他就給了我一本書就是那個 戀戀風 他也出了說 我的一個理想的破滅 就是我的初戀出賣了 要是我來拍的話 哪裡需要這麼麻煩的 什麼慢慢慢慢的雲飄過 阿公什麼土地 我都不要 我就是兩個愛情 一男一女 兩個人搞到底 我一定大賣 結果被侯小姐看起來很像 賣那麼差 結果賣得真的很爛 那可是這部電影卻開賞了 好久好久沒有了台語電影 又怎麼已經開始了 怎麼開始了呢 這電影從頭到尾已經跟講 閩南語在九份怎麼會講高準國語呢 每一個人阿公講國語怎麼對呢 阿公一定要三字經啊 幹貓啊 全部都是台語怎麼才對啊 所以用台語翻 拍完之後老闆翻臉 就有人告訴過 我們這公司有台獨嘛 而且有匪諜嘛 果然給我看錯了 拍台語 我起碼往家去罵一頓 而且全部變成國語 我起碼變成國語喔 你知道像佛小妍在國際上 已經很有名了 他童年華社辦完之後 已經國際大大有名 他說大導演了 我們能夠把它派成閩南語片 改成國語嗎 後來我就 我永遠扮演這種 角色就是蠻可憐的 就要用騙子 我就跟老闆講說 我告訴你 跨過佐水系以後 那個閩南語是騙子 會賣的比國語片喔 你要相信我 那時候八點檔開始已經有那個愛 八點檔全部是國語 後來有一天 華社用一檔明南語 就是要按 結果手術力突然標的很高 我就問這個說服他 我說老闆 你必須相信我 如果你為了票房 佐水系以南的 還有70%人講明南語 我們就保釋兩個版本 台北的人愛聽國語 我們就變成國語 那個阿哥就非常標準國語 這個很天空 怎麼會變這樣 沒有關係 那個張之間變成他媽的 老闆聽了覺得眼睛一片 因為我只要講賣錢才會高興 後來我們就是兩個派人 台北就是國語的 非常標準的國語 重新配一遍 因為台北也配音很容易 照幾個阿豬配琴進行俠的 配琴漢的 配那個 以前有成者也曾經過 有一個那個配音飯這樣 全部配國語都很容易 結果就變得很好笑的結果就是 佐水系以南全部講台語 台北全部講國語 結果台北賣的好爛好爛 那佐水系賣的還不錯 所以加起來 我剛才講賣的很差 是因為我的標準 因為那時候我們電影 動不動賣幾千萬 那部電影只賣幾萬 那吳念燈非常失望 他認為這個理人 我給他來處理 就是一個love story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楊哲山身上 楊哲山跟我合作同步分子玩以後 他告訴我說 消夜人 每一個人都說我動作很慢 我要讓你相信我是個快手 我要拍孤領堅 少年殺人事件 我十七天拍完 你想不相信 他說不相信 他說真的相信我 我就是love story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一個劍中夜間部的男生 愛上一個女生 他把他死掉了 全部都在劍中那個香弄裡拍 十七天幹完 你們中央電影 你們投資我 你還編劇 好 所以有這段很多人都不知道 於是我們就開始了 孤領捷造年殺人事件 love story 只要十七天就拍完了 我們一開始便去 男生女生 果然好簡單 在相當影話 後來我們倆吵架了 因為我發現他不可能 十七天拍我們 他也不可能騙我 我說不擺放拍完 我們倆就翻臉 我們倆就在辦公室裡翻臉 我說 我真的跟你做完恐怖分子之後 我發現你是恐怖分子 你害我已經失眠很久 我也有憂鬱症了 我不能跟你再說 你要找個比我更聰明的人 或者更有耐心的人 我們正式分手吧 下一個人就找張宏志 各位都知道 張宏志這個人是多麼聰明的一個人 第二天就帶了張宏志來欠我說 我找到人 張宏志 他願意來談我的字片 我說我欣賞張宏志 你完了 你真的很倒楣 是我跟他吵架 要騙你了 結果張宏志就接手 他想十七天可以拍我們 那個劇本空的五年 而且我那個談的時候是1988年 五年後是1993年 我已經離開電影四年了 我已經離開中央電影公司 整整四年 我的小孩都長大的時候 電影拍完了 真的拍完了 當然是用很多的剪拍 拍了四五個小時 然後最後拍完錢不夠用 跑去找中央電影公司說 不會再 最後再加入投資 中央電影公司的時候 老闆也換了 換成虛擬工 同意再加一千萬 同意再加一千萬 把他整個完成 所以後來那個電影上 有刮中央電影公司 他把它賞一下就沒有這樣 那我坐在電影公司看的時候 是大概 他就剪成兩三個小時版的 我看到一直哭 我一直哭 我一直哭的原因是 又不是一個love story 他就拍白色恐怖時代 1992年 整個白色恐怖 不是因為 楊德山你真的生錯時代 生錯地方了 你必須要五年 你當初騙我十七天 還好我沒有跟你做 我這五年已經做好多事情 你離開電影 自己跑去外面做好多事情 你還在動同一部電影 可是你拍出來一部電影 真棒 他拍了那個四個多小時 後來有一次楊德山過世以後 這個電影 回大漢原來的版本 大概四個多小時 在新加坡放 那新加坡有個楊德山電影回顧場的時候 我才第一次看到四小時的版本 他把所有那個人物的背景都加進去 他如果把他剪到兩個多小時之後 他就是把很多人來龍去脈 這個人從上海來台灣 他的家庭背景什麼 他的生活習慣什麼 他永遠都拍進去了 可是因為電影最多只能容納兩小時多 所以後來就把他全部剪掉 可是我在楊德山過世之後 才看到四個多小時的版本 就想到三年 我本來跟他一起合作 也要做個love story 他跟侯孝賢一樣 他永遠不會滿足一個love story 他永遠把一個love story的背後的時代背景 為什麼那個建宗夜間部的學生會 因為失戀把那個女朋友殺掉 是因為時代背景 那麼沉悶 這麼苦悶 前面花了很長的時間在鋪成這個家庭 爸爸是還是恐怖 被抓去之後審問 後來就縮走了 腦袋壞掉 每天就發瘋了 整個家庭非常沉悶的一個時代中 這個小男生愛上了一個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偏偏對他沒有把握 他家裡太窮 他就愛上了一個有錢家的小男生 這個小男生非常生氣的是 你為什麼那麼不爭氣 我這麼愛你 我可以保護你 你為什麼要去攀一個權貴的孩子 你實在太不爭氣 你太沒出息了 刀子就插進去了 大家刀子插進去那個就說 你真是沒出息的時候 我眼淚真的掉下來 我完全了解那個 殺那個 殺那個女孩子 那一刀殺下去的 不是他自己 殺那一刀 是整個時代造成 最後這個小男生這麼苦悶 才17歲的時候 殺死一個 殺死她 一個背叛她的女生 那那個當時在我們的新聞站 叫做毛母 就是正宗夜見部 學生毛母殺人事件 那這個事情出來的時候 是楊仁山自己也在 大概夜見部了 楊仁山本來讀夜見部 後來讀到日見部去 永遠念念不忘 他自己青春時代 這麼苦悶的時代 有白色鞏固 金銀龍照下的一個青春 這麼蒼白的 發生一個命案 他就會把這個命案 解讀成一個 大時代的一個故事 他無法解釋成 他是個青春故事 只是因為嫉妒 只是因為嫉妒而殺人 那換句話說 這些導演 又回到我們正正的主題 就是說 我們戰後世代的導演 每個人都背後 背裡很大的包袱 好像很想借過電影故事 來把這個時代 講得非常清楚 就給下一代人看 而不甘心 只是一個商業導演 或者只是講個愛情故事 所以同樣的 像吳念珍 《電電風神》 最后也拍成一個 土地與人 整個背景的故事 同樣的 孤零仁山人殺人事情 也是一樣的 因為最早開始跟他編劇是我 所以我很清楚 他也是跟我講一樣的話說 他要拍我 一個愛情故事 要大賣 而且十七天就拍我 可是作為一個創作者本身 當他一開始拿到一個題材說 他就開始一直思考思考 越思考越多 越思考越多 加上幫派 加上時代 加上白石恐怖 越加越多 變成一個大時代的悲劇 所以我還是那一刀殺阿軍 可是那一刀殺阿軍之後 背後的故事 就不會那麼複雜這樣 所以我大概就解釋說 從1980到1989 就是這種悲劇城市 大約就是這樣一個走向 就是開始認同自己的土地 認同自己的自己所生長的地方之後 就認同自己的城市 那最後就認同自己的身世 你的身世 個人的身世 或者個人的國族的歷史 所以為什麼 胡孝賢會念念胡亂 或者胡廉生會念念胡亂 一直要講 把他自己家鄉九分的所有故事 都講清楚 胡孝賢的第一部電影就是 《童年王》 或者他第一個講自己的故事 是《童年王》 是講一個跟我一樣悲劇的故事 就是父母親來自台灣 來自中國大陸 可是不是民國38年來 是民國36年來的 根本不知道自己 會不會再回大陸去的那個背景 所以有一天胡孝賢 在拍背景城市的時候 打個電話給我說 你爸爸是不是要理什麼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查了個資料很像你爸爸 因為你不是跟我講 你爸爸也是那個年代 搭一艘船就來台灣的 我發現我爸爸跟你爸爸 搞不好在同一艘船上 想遇過 後來想想 有些真的是 但是是不是我爸爸 我不知道 但是背景實在太像 所以在童年王寺裡面 他有一個阿嬤 講的客家話 一直要回大陸 其實我阿嬤也是 一模一樣 我阿嬤也是 在一個誤會中 我爸爸把他寄到台灣 就回不去了 最後就瘋了 瘋了的時候 每天他一直喊說 他要回中國大陸去 他家鄉還有田地 還有財產 還有人子 他回不去了 其實都是一個蠻背後的 蠻悲情的東西 所以我補充到這邊 快點 OK 我想接著小玲老師 更新再講這個 Love Story Love Story真的是一個 策動很多電影 可以發生的動力 但是最後他們 看出來都不是 其實悲情城市 也是這樣子的例子 悲情城市最早原地 應該是由楊麗花 跟周潤發 一塊主演 是一個 真的真的 書上有寫 不是我信口開門 我記得我以前聽侯導提過 但是我以為他開玩笑 書上是有記載的 所以當時香港還要投資 而且希望這個片子 移到澳門去拍 因為如果在台灣拍 可能就會變成土地人 因為還希望到澳門拍 他們會更放心 就近監控吧 那怎麼可以進行這個故事呢 楊麗花演的應該 是一個酒家的大吉童 然後周潤發 因為周潤發 從等待黎明 得到金馬獎影帝之後 整個大紅 後面又有 英雄本色 有槍弦 然後有 就是 秋天的童話 九州馬大論等等這些影片 所以他如果扮演一個 就是 必須到台灣來去調查 去解決一些 所謂的黑道事物的殺手也好 應該是非常有說服力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 楊麗花 碰上周潤發 台語碰上廣東話 他應該會是一個 非常驚人的電影 這樣 可是後來他們就 開始在幫 就是這些角色 在建構他的背景 因為一定有了一個 大綱嘛 就是楊麗花要碰上 周潤發 香港跟台灣 黑道碰上了大姐頭 然後他們兩個之間的相知相識 應該可以激發出很驚人的票房 跟張力這樣 可是他們為什麼會變成大姐頭 他們為什麼會變成黑道的殺手 變成黑道殺手 比較容易理解 因為香港都是黑道殺手 但是怎麼變成 那個港口的酒家的大姐頭 他們就開始有一個深家的調查 背景的建構 你知道 然後呢 就開始有了 他的上一代是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呢 他們是怎麼經營這個酒家的 是從哪一代開始的 然後那個時空的背景 這樣的故事 其實最適合發生在哪一個 時空裡等等 就有了這些蛛絲馬跡 就變成了盤根錯節 然後到最後就發現 他必須上下兩集 來去呈現 然後最後拍的就是上集 就楊麗花跟周潤芳應該是下集 那最後這個下集 完全就不見了 所以楊麗花演的一個角色 其實是有在《飛行程序》裡 就是一個叫做阿酸的女孩 其實就是陳松永的女兒 就是跟那個女主角在寫信的 就是等於是 變成了另外一個觀察者的一個 我想現在的觀察記 看過《飛行程》大概 對這個角色的印象 也不是那麼深刻 我們大概記得的 會是梁朝偉跟 對 辛樹芬所飾演的這座夫妻 以及梁朝偉的哥哥們 或是梁朝偉的爸爸 李天璐 或他的大哥陳松永 或是去南洋當兵 封調的高姐等等 應該是這一條線 就不會再注意到 這個家庭當中的 就是在那個時代裡面 可能更次要的 或是更邊垂的 那個女性的角色這樣 誰知道那個指出來了 大部分都被當成 背景呈現的那個女孩 如果有拍《飛行程序》下集 如果真的有Long Story的話 就會變成楊麗花 就會有一個非常奇妙 神奇的一個巴掌 所以應該是那個時代的 所有的導演們都想通病吧 所以他們最後都會變成 他們自己的一個東西 跟剛開始所提到的 那個Long Story 就漸行漸遠了 那剛才小雅老師提到 那個就是 誰家比較窮 然後那滴油的 那個故事 我又突然想起來 對耶 在烈焰封城裡面 其實有描述到 就是 甚至那個阿公有罵 吳天生的弟弟 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 就是你先吃 你把那個 所謂湯上的油都撈掉了 那其他的人 要吃什麼 當這些導演們 這些創作者們 這些編劇們 他們在去寫那個時代的故事的時候 像我剛才會有提到 對我這一輩來講 就是 不只是認識那個時代 其實認識我們的 父親母親的 就是那個過去 或那個土地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那我記得李天璐 在演那個 就是 烈焰封城的時候 剛才小雅老師有提到 他後面罵了一串 非常流利的三字經 還不是三字經 他其實是罵四字 還罵了幹一三文 那麼多 很多人奇怪 因為在我的 比方說我的成長背景 你聽到的髒話 就不是這個模樣的 然後怎麼會寫出 那麼驚人的台詞 後面又說 也不是寫出來 李天璐大聲罵人 就是這樣子罵人 然後我前一陣子 又開始在重看 童年王室 因為以前我們曉得 當一個角色出來 我們有一個建立鏡頭之後 很快就會用一個 比較近的鏡頭 去呈現這個角色 在鏡頭裡面 他要講的話是什麼 或者他的主要的動作是什麼 可是在童年王室裡面 在呈現那個 就是那個祖母 唐如映所實驗的那個祖母 到街上去喊他的孫子 就是喊好笑錢 喊好苦 喊好苦 就回來吃飯 在街上喊好苦的時候 那是我第一次覺得 電影怪怪的 所以怎麼那個鏡頭 就是那麼遠的 而且那麼久 然後你會看到他 在那個環境裡面 好像環境更重要了 比那個人還重要 然後我就看到 那鏡頭我旁邊帶著帶著 有一個老先生 手插腰站在那裡 那不是影片幕嗎 他就站在那個影片 那個景況 最後面的那個地方 以童年王室的姿態 一面面奉承的姿態 已經預站在那裡 擺好POSE了 就變成了下一步的一個要角 那我今天那個時候 剛才有提到說 電影怪怪怪的 當時在台灣 被嚴重低估的作品 後來出城了一個日本人 跑到台灣來學國語 然後還是看不懂 那部電影的笑話 那些那一年 因為台灣拍完 在其他地方被看到 又要再過一段時間以後 那時候國際電影的交流 至少台灣在國際電影的版國上面 才剛起來 應該說才剛起來 沒多久的 我記得有一個很有趣的雜誌 就是他在選世界五大綠葉演員 其中有一個就是李天路 但是我們講李天路的本質 並不是演電影 他竟然被選為世界最重要的五個男配角 就是為演《烈林風城》 那《烈林風城》後來很奇妙的 其實簽起了 就是說侯孝賢或台灣電影 跟日本影壇的一條很特別的一個關係 因為《烈林風城》很意外的在 就有點像在日本的光點 在日本的成名電影院 這樣所謂的百人劇場 就是小型的電影院放映 結果創造了非常驚人的票房 演了非常非常之久 甚至侯孝賢提前就被日本電影尋報選回 就是那一年的世界最佳導演的第一名 就是侯孝賢 他們喜歡烈烈的程度 甚至超過悲情的 好像找到了某種失傳的一個手藝在一部 在台灣電影裡面看到一樣的 那根本其實是三年前吧 三年前 對 大概三年前 三年前 沒錯 2012年的 對不起 不是 是四年前 那一年我去柏林音展 然後柏林音展 有一個很特別的單元 叫做《論壇》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 不是那麼的主流的 它其實是一個挖掘世界各地的 興瑞導演跟觀點刻書的電影 就是著稱的一個單元 像大陸的賢昌科導演的第一部片 就是在那個地方被發現的 然後他們好像剛好四十週年還是五十週年 反正歷史很長 他們就決定 他們就選擇了五部吧 就是這幾十年來最重要的五部電影 因為台灣都不知道耶 那時候我也是到那裡才意外地發現 有一部是夜店封城 這次導演可能想都沒有想過 他的初戀故事 他的Love Story 後來成為我一個人員的一個影展 再選出五部最重要的 這半世紀以來的電影當中的一部 然後我就好奇說 那為什麼會選他 因為每一年都有幾十部電影在那裡演吧 那這麼多年來也有上千部的電影 那是誰去選的 他們跟我講說是一個日本導演 他們邀請了一個日本導演 他們邀請了一個日本導演去挑出 在這幾千部電影當中對來講 最重要的一部電影是什麼吧 那個日本導演叫史達夫 是一個日本導演 然後就選了烈烈風扇 我那時候更訝異了 我想烈烈風扇跟史達夫的電影風扇 就是所遇到的一個瓶頸 或者是提供了某種可能跟答案 就有點像侯長說 那個時候他在剪 風扇來的人 就是遇到了 也是遇到了 電影該怎麼走下去的一個問題 然後他不小心在電影讀書館 就後來的電子教館 現在的國家電影中心 看到了高達的斷了氣 然後就找到了答案 我後來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斷了氣乾底 風扇來的人什麼事啊 就是兩篇一點都不像 其實也不是像不像的問題 其實就是他們找到了一種解釋這樣 如果斷了氣可以這樣子剪 可以這樣拍的話 為什麼風扇來的人不行呢 然後我就想 那電影的導演如果看了那個 電影風扇發掘 不再是他的love story的時候 他應該拍一個他自己的 拍一個他自己認為 應該要長的那個版本才對 我覺得鬥賞是一個答案 就對我來講 因為如果真的拿鬥賞 來跟侯孝賢的電影家 或者說拿鬥賞 來跟電影風扇來相比較的話 我覺得 吳念珍導演作為一個導演 或作為一個作者的性格 或那個特質 剛好就在這兩個作品的差異當中 很自然的湧現出來了 就是我們看到那個 越拍越瘦的那些 在侯孝賢手裡變瘦掉 或者變成差一般大小的一些人物 都在吳念珍導演 作為導演的作品裡面 給放大出來 也才會有蔡正南的 那麼精彩的 就是那麼動人的那個 演出跟形象 是可以威脅到 梁朝偉的那樣子的一個表演 在那個作品裡面出現 所以對我來講 一直都有一個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 像我剛才提到過說 對我而言 80年代的這一群創作者們 是我精神上的父親 就是讓我了解自己的來源 出生或是我所生長的 這塊土地的樣貌是什麼 那個根源是80年代的這一群 可以創作者給我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尊敬 尊敬他們 所以我剛開始就提到說 對我來講根本沒有任何 做品的時候 在想現在會有一點點 對我來講有一點點失落 那個失落是 我念生不拍電影這件事情 嗯 我不曉得 是不是太平衡了 他本來有機會要再拍 對 我那時候石家石 他願意出來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 念生導演願意拍 那五分鐘的電影 應該是某種訊息才對 應該是他要再出來拍電影 否則他不用跟我們去繳獲這二十分之一部電影啊 可是我一在等就沒有 沒有等到 所以我一直很期待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就讓現在老師來解惑吧 其實他那個 本來有機會大概兩年前就要拍一部電影 就是 呃 他就是拍一個 還是因為他自己心目中 你剛才講的那個 七十年代那個女工 女工 工產女工的那個生活 然後說音機就放的是鳳飛飛的歌聲 大概這樣的背景 他講給 當初是台視的 他台視的總經理就是認為說 就是你想 蒙年生把那邊拍舞台劇 拍廣告太可惜了嗎 這麼一個劇作家 你拍過電影 他就找他來說 慶祝台視大概四十週年吧 他說請你拍一部電影 然後沒有任何限制 就是你拍啦 沒有任何限制 就是你告訴我題材 告訴我預算 就是台視投資 那他一心很感動 就開始往下寫 去門就寫好了 就是一個 所以我有一次跟他對話 他還講了他的故事 我大概兩年前跟他有一次對話 訪問了 然後他就講說他現在想拍 已經劇本寫好了 後來為什麼沒有拍成 就是因為他手邊太多別的工作 就是譬如說 綠光劇把那個人間條件 他每個一段時間就要推出下一個新的 然後他又答應了那個 綠光做那個文學劇場 就是改編文學作品的 成為舞台劇 他已經變成是一個 他如果不工作 這群人大概就沒有飯吃 我覺得我念成這點真的是 作為好朋友 看了他我滿同情的 因為我比較自由啦 我已經有四個順子了 所以我什麼都輸他 就是我四個順子 他就贏不了我 我們兩個時常開玩笑說 我們什麼都比過了 從時代開始做我們比賽 一路文學獎比賽 其實馬上講 我們時常兩個做的 你要等你 等你宣布 所以我們兩個競爭到這個感覺 兩個人說 你得起來認識誰 你知道我們兩個多麼互相嫉妒對方 可是我不會嫉妒他 我是滿心疼他 就是說 因為他已經在 一出戲一出戲推出來 每次都客滿以後 那個回收只夠他 這個劇團為生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 馬上弄一出新的 然後馬上就開一個新的題目 什麼 文學獎比賽 又青春小鳥 又這個 他已經被壓榨到 所以我為什麼 我猜他不會來演講 他怎麼會答應演講 因為他手邊的工作 已經被吹到 叫不出來 都快瘋了 他演講不會答應 所以當初打火說 他跟我們練成演講 我講是講台灣 不是開玩笑 我覺得根本他不會說yes 因為講都是跟我嘛 他更恨我們 因為我家有四個村子嘛 他看到就把他切死下來 所以換句話說 他其實很想拍電影 但是心裡有點害怕 為什麼 觀眾又變了另外一種人呢 他也許看那個雙喜靈門 或者看那個大尾瀑馬 我沒有別的意思 看保衛龍華 或是看那種賀水片 可以賣幾億 然後看到有一些電影 發現真的非常好 賣幾億 我都不知道 我保證他心裡會很挫 這個時代已經不是我們那個時代了 觀眾到底喜歡哪一種 他都沒有把握 他舞台劇可以賣客馬 可是舞台劇的客馬跟電影的客馬 真的是不一樣 因為電影是有好幾億的 舞台劇可能就賣幾百萬就客馬 所以我覺得他在那個一個是 對於他自己在出手這件事情 會不會還這麼受歡迎 第二個就是 他就是時間上已經被壓榨到 幾乎是隨時在生病狀態 所以今天他沒有來 真正的原因就是生病 因為他叫我表哥被人家 但是他 我不是故意啦 因為他已經病很久了 他說他本來說 有很多人會因為知道無念人家來演講 來聽 因為他很久沒有演講 他生病的第一時間去想他說 唷 川寶 我現在有一件事情做不到 就是跟小禮去演講 他本來在FB要發那個 他在FB發個消息說 對不起我不來來演講 因為他是一個蠻重承諾的 可是他的FB有六七十萬人過 全世界都知道他生病 所以他大叫 你不要發不要發 你一發全世界知道你生病 你還是忍耐也不要發 所以他必須要告訴我說 他不能來 所以他跟我講 我就去看他 到醫院看他 他就看著我的講究說 小禮你一個人講 我就想 本來我不用講話的 我聲音都會打掉 可是他本來也有好處就是 我跟伯定亞很講 我講得比他好 因為他來講的話 我真的沒有機會講話 我們兩個也是 有過過去的所有經驗就是 當我講一半就把我打斷 我說 先生你不要把我打斷 我還在講話 他說你講太難聽了 你講太難聽了 換我講 我說好換你講 那換他講的結果就是 我不用講話了 我就負責喝水這樣 然後講到最後時間 超過時間太多 因為他話講一開始就不會結束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多話的人 話講不好之後就變成劇本 基本就變成大賣 他是這樣一個人 所以他不能跟我對談 是這個問題 那我開始講他也不用講 因為我不會 我不要給他打斷 因為打斷我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今天這個 我想人生無常 這個演講最後變成 我跟他真的滿好玩的 因為我本來也有說 他不會答應 他真的答應 他真的答應完 他真的又不來了 可是我們兩個這樣 用這個方式去講這個 這個題材也滿有趣的 因為文練生如果講的話 他講的東西不會超過我講的 因為他會講什麼我都知道 因為他會講故事的每個點 我才會猜到 因為他每個小說的電影 我都看過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案子 我只好奇 我來問小艾老師 所以你應該說 其實去北京寫好 所以後來才是就很痛苦 因為已經準備要投資這部電影 後來他就是 他很少很多時候做不到 對文練生來講 我以前跟他八九年這樣面對面 他最痛苦就是 他只要一承諾就一定答應 承諾完這件事有點後悔 但是答應 然後劇本也是寫 寫到最後他寫的 覺得不好 他交不出來了 他還是要一直寫 因為他覺得寫的不好 交給別人 會害別人拍了賠錢 他個性就滿自古的 自我痛苦 所以他交不出來 別人說沒關係 其實只要是文練生就可以了 我就拍了 他說不要 我這個不夠好這樣 最後來 他就跑去跟台視總經理見面 說我對不起你 我沒辦法拍一個片 因為我實在 後面工作拍了滿滿的 這樣好了 我送你一個 人間條件 誰為你改變劇本 結果他說 他們的條件就是 人間劇本從一到六 誰為他挑 就是你挑去 你找人拍 你找人拍劇本 說我等一下 我送你不要錢 算是我對不起你 找別的導演 或同意改變 肯定有人想打 那個文練生的主題就是 把他的人間條件 改成片 因為他們那個人也還賣這麼好 就像你講 他好像是個國民作家 他如果 他如果拍的東西 一定不會是侯小姐 也不會養得長 他會是三點養肢 他會打動更多人 就像各位看台灣的舞台劇一樣 早期的舞台劇 很少有無念真這樣的故事跟背景 無念真 那些一推出綠光的那個 那個年條件 1的時候是2000年 我還記得 7月2000年 他帶進了非常非常多人 一輩子沒有走進 那個舞台劇的座外面 看什麼叫舞台劇的 就像我們紫風車 跑遍全台灣各鄉鎮 去表演那個兒童劇團 給你看看 一下不是只有兒童耶 好多阿公阿嬤 一輩子 不曉得什麼叫做兒童劇 他們心目中 大家演台劇就是 歌仔戲 或者是布袋戲 他沒有看過一個舞台 搭得像國家劇院這麼大 然後一群小朋友在那邊唱唱跳跳 好多阿嬤子好發生 一輩子沒看過 這就是很多人對台灣真的不了解 就是很多人一輩子 走進國家劇院 坐在那邊 或者城市舞台 看一場舞台劇 因為我曾經有一天說一封信 好長好長的信 就是跟我講說 他就是從來不曉得什麼叫做舞台劇 因為他看不懂 比較現代的 或者比較知識分子的 他真的看不懂 有一天有人跟他講說 吳念珍的曾經導演去看看 他說他一句從頭哭到尾 為什麼 因為我講的故事是他的故事 他說這個我懂了 因為他講的故事 從頭到尾就是我的媽媽的故事 或是我爸爸的故事 就是我的故事這樣 所以念珍的電影其實也是一樣這樣 一樣 吳念珍的電影其實非常賣錯 他在他跟我一起工作長時間 他幫了好多導演 寫劇本的劇本大賣 那導演後來也得到最佳導演 比如說剛才講不止關係 他幫很多導演都寫成劇本後來大賣 他很能夠抓到那個劇本裡的點 譬如說他 我為什麼知道文念珍會講什麼故事 他不來也差不多 我都可以想掉 他會講說他爸爸 晚上回來的時候 跟他們之間都沒有 跟小孩子都沒有語言 他們很渴望跟爸爸講話 可是爸爸都跟他們講話 有一天爸爸喝了酒 回到家裡 他們看到爸爸回來 都嚇得趕快 假裝睡覺 結果看到爸爸就用棉被 把他們棉被這樣 蓋在每個人身上的時候 他們假裝都睡著了 爸爸離開的時候 小孩子每個人 同時睜著眼睛 看著爸爸 哇好難得爸爸幫他們蓋棉被 這一個是他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事情 有一天爸爸老了生病了 病在船上 文念珍幫他剪腳指甲 幫他剪腳指甲 把他剪腳指甲 他以為爸爸睡著了 剪完之後 全部剪完之後 他從那邊幫爸爸剪腳指甲 離開的時候 他爸爸就點擊慢慢盛開 眼淚就流下來了 我剛剛講的 不是文念珍講故事的方式 他會講這些東西 那我講的也差不多了 我沒有諷刺的意思 文念珍可以抓到 底層的人的情感的一個很不會表達的 那種 可是就有很多愛的那個 很壓抑的東西 壓抑在那個裡面 一看出來的時候 那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 那一出來之後 大家眼淚就廢極了 他最近這一部 剛剛才上了舞台劇 很多人從頭哭到尾 就是最近這一部講 講年輕人失業啊 苦悶啊 然後跟上一代之間的那個恩樂 還有痛苦親子關心 我旁邊做了女生從頭哭到尾 我都沒有哭 我知道他下面會講什麼 一直哭我講哭什麼 後面就一定會這樣講的 然後又講 想一個爸爸去看個女兒 比如說乾病 不敢高興他的孫子 不敢抱他 走的時候呢 女兒追出來 給他爸爸一把錢說 爸爸拿去用了 我說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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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心裡想說 下一步就是他爸爸也留了錢給他 結果爸爸就說啊不要不要不要 女兒說一定要 我有一點笑意 笑心力一跳 然後爸爸就拿了錢走 女兒就轉身回來 爸爸走了 走到桌上一看 爸爸也留了一把錢在桌上 燈光漸漸焊起來 音樂響起 女兒就哭了 哇還沒女人去不哭的戲劇話 我心裡想說 他本來就會這樣演的啊 哭什麼 不讓你做同一招 我還是沒有哭哭 我實在 讓大家笑一下說 今天沒有我們念的大家 他真的太失望了 現在他還是有機會 演講的 各位可以聽聽看 他可能會講我跟他講的 所有不是 不管我跟他講的 Love story 變成一個偉大的電影 就真的蠻有趣的 就是每個導演都告訴自己 說 我可以很快的拍一部電影 我可以拍很簡單的情節 可是 每個導演我背後 都背一個好大的奧服 好像沒有把這個時代故事 講得很不甘心這樣 所以1980到1989 有人說台灣新電影 從1982 這個觀音公司開始 大概到1987就結束 很多人就這樣講 一到1987 當這群導演非常憤怒的 簽了一個叫做電影宣言 我當然也有參加 在楊正昂家裡面 簽一個電影宣言 抗議政府 不重視我們的電影這樣 就抗議我們這些人 拍很多電影 在國際上得獎 可是政府的輔導金 那時候還沒有輔導金 對不起 講說 頒獎頒頒給那些商業電影 都不重視我們 那事實上那個時候 1987年到後來 他們就把新電影 都認為結束在1987年 大家簽了一個圈圓之後 大概就分分離析了 事實上沒有 有一天問到張黃老師 他說不對 1987之後 合作社成立了 然後 他也揭露電影的時候 好像有人拍出他最棒的電影 所以新電影的那個年代 是一直往後拉到什麼時候 他很難去想到一個結束點 那李安算不算新電影 後來我看 包括西方的媒體 因為他們表現的是李安 就把李安演變成是新電影 李安跟我們年紀是一樣的 可是他比我們晚了十年拍電影 李安又是一個故事 他年紀是跟我們同一輩的 可是他起步的時候 我們已經離開電影 至少我已經離開電影 兩三年了 他拍了推手 後來西方的影評人 把李安演 列入在新電影的原因是 他的電影類型是 也是用家庭倫理 講父子關係 他認為說 台灣新電影的特色就是 成長 成長家庭 是一個為題材 時代背景 那李安在第一部電影 推手 再來是女神男女 再來是第二部企業 第三部女神男女 都在台灣 台灣投資的電影 他們認為這幾部電影 完全是台灣新電影的 一模一樣的概念 那他其實比較商業 李安是 如果你要問我李安的差別 李安跟 侯孝賢跟楊昌差別 李安大概在好萊塢 跟那個 美國的拍電影訓練 是 把鏡頭都分好 快就拍完了 所以剛剛講說 17天拍完 是李安做得到 侯孝賢跟楊昌做不到 因為李安有時候 預算太低了 例如說 推手給他1000萬台幣 他必須在十幾天拍完 他就把鏡頭全部分好了 有必須要拍完 然後還欠很多錢 已經拍完了 那他題材是不是也是來自一個 比較傳統典型的華人社會的親戚 所以我有一天在書店看到一個 外國影別人寫了一本台灣新電影 但是把李安也列入說他是台灣新電影 他認為因為他題材是 雖然後來他在第四部就去到美國去拍美國 美國人投資的美國式的電影 可是他的基本精神 還是成長於整個戰後的一個世代 李安是一個更壓抑的導演 因為爸爸是台南一中的校長 其他他是唸台大電機系 他不會希望他去唸一個 所以他的壓抑更深 在一個壓抑的情感中 是他會爆發出那個非常強烈的一種 變你的情感跟情緒 如果你沒有那個壓抑的時候 你可能不會選擇創作 你不會選擇一個所謂文學工作 或者藝術工作 你可能選擇一個比較一般的工作 因為你的某部分的情感也得到滿足了 比如成家立業 愛情 事業 你已經滿足了 我有那個內心中有一個東西 好像黑洞一樣的 一直想把它填滿 他做別的工作永遠沒辦法 做到這件事情 他就會選擇藝術工作 就像楊昂昌本來是個工程師 他本來在美國的一個電場都是上班 他根本不會 不應該投資電影 他還是 一直以為一件事情沒有完成 他實在滿痛苦 那個痛苦就是 後來他的每部電影都在講的東西 就是那個時代 他作為一個在戰後出生的年輕人 所經歷過的整個台灣歷史被人 有人說楊昂昌一輩子拍的電影 都是在拍他自己的童年 各位再仔細想一想 他裡面有個小男生 永遠會有小男生 長得很像大人 所以你仔細看每部電影 只有一個小男生 大概十歲左右 戴個眼睛 就是他自己小時候 有一天 楊昂昌走了好幾年之後 的一個回顧展 我遇到他的太太 拿那個手機秀給我看 說他的兒子已經會長乾淨了 楊昂昌的兒子 大概十歲 我一看他兒子 他自己童年的影子 所以我覺得一個童年 會影響那個創作者 後來的創作者 一輩子的事情 應該是吧 是應該是吧 因為我想 楊昂昌昌昌昌昌昌 其實也提到過說 小時候在那個九份 比方說 他其實寫了很多 一個九份的那些 相親的故事 比方說 特別會說書的人 怎麼樣把一個 就是簡單的事情 講得非常的活靈活現 然後甚至還有什麼 把他們這些小朋友 找來寫作文 然後從當中找了一個 就挑中了 楊昌昌昌昌昌昌昌 就是不是他自寫的最好 而是你寫 你是文章寫的最好的 以後我不在的話 這個事情就變成 該用你去傳承了 就是即使是在一個 我不能說 用窮鄉僻壤 去形容九份 就是說 在一個是所謂的 台北的編局 甚至不屬於 台北市的範疇之內的 這個小地獄裡 他依然都有 這種所謂的故事的傳統 在流傳 他怎麼透過 當中特別能說的這個人 或特別能寫的這個人 幫大家傳情答義 包括可能幫你寫信 如果遇到了文盲的相親的話 我要怎麼把你的意思 透過文字 轉譯到一項背景 那個人的手裡 或者是把你現在原本 憤怒的那個情緒 轉化成了另外一種 帶有關懷的 期待的 不同的這個語言這樣 我覺得那個東西 是非常有魅力的 直到今天我依然覺得 吳天真導演應該是 最會寫對白的 就是在台灣電視上 最能寫對白 甚至某些時刻 可能侯孝賢電 我比較看不出來 我覺得在其他導演的電影 身上 你會看到那個編劇的印記 就是說 一般來講 我們都把導演 當成是影片的作者 可是你在看其他的導演 在拍吳天真導演的 做編劇的作品的時候 光從那些人講話的方法 跟用的那個 操用的那個語言 你大概就會察覺 應該是 吳天真嗓編的吧 聽起來會是那個模樣 如果我們再把這個 往回推的話 九份的那個地方 或是說他在九份長大 他聽了一些故事 以及說故事的那個人 帶給他的那個影響 應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採取 那台灣新電影到底到什麼時候結束了 我聽過一個更激烈的一個說法 當青梅竹馬三天相片的時候 台灣新電影就結束了 我說這麼早 台灣新電影1982年才開始 那個青梅竹馬1985年 好 那稍微寬容一點 就是1987年 另一種電影宣言出現的時候 跟當時那個環境 一開始有了一種對抗跟決裂的時候 那我覺得浪漫一點 應該到1989年 當悲情層次 為台灣新電影在威尼斯拿下 三大影展的第一座最佳影天的時候 應該是一個比較美麗的句點 當然就像剛才賢雅老師提的 外國的很多的影展跟 評論家在討論台灣新電影都無限延長 就是不只是李安擺進來 蔡明亮也擺進來 連張作奇都擺進來了 這樣 那這樣沒完沒了 那魏德森也算不算也可以擺進來 但是當然啦 因為電影史或電影運動的一個段代 是我們研究電影 婚生在教學的時候的一種必要之惡 為了方便講述 或者說有那麼一個頭 有頭油味好像比較正當一樣 可是當我們在講述一個電影運動結束的時候 其實那些創作者還在創作 他的那個影響應該還是會繼續下去的 所以看你要用什麼角度去看 所以我就覺得不是台灣新電影 不是電影史的問題 是去斷代這個人的問題 所以他的眼光跟他的情感的一個特質是什麼 他可能就會去有不同 我們對於那一段電影史的一個停止的時間的建立吧 我記得你剛才講說青梅祖 青梅祖法先生當時不是中央電影 我們是反而是 就是我們整個電影忽然跳完非常好之後 有一個假象 就是回到時候觀眾好像永不回來了 他們開始會喜歡侯孝賢的電影 會喜歡楊阿山的電影 其實是一個假象 整個社會並沒有完全變到這樣 當然八點檔還是演得很通俗 大家還是沒有 還是追逐這個消費主義 沒有到那麼的異屬性 所以當青梅祖法開始垮掉 那個垮掉非常重要 是因為那個電影是侯孝賢投資的 所以侯孝賢把廁紙賣掉 然後投資楊阿山 然後最後兩個人演了一半 然後他就給他演男主角 並不是因為他投資在那個電影男主角 我是想不到別人來演 就是說侯孝賢加蔡琴 然後演一個青梅祖法 台北 story 所以如果回到台北 像城市的話 這個電影是完全在台北 一個都會裡面 從南部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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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生活的人 發生了一個故事 那那個電影 不是我們這段電影公司拍的 可是當它垮掉之後 加上侯孝賢以前那個 《風貴臺》的人 跟《東中價錢錢錢賣得不好》的時候 就是開始很多 不喜歡這些導演的人 的聲音就起來 說你看這些導演 都拍個人作者論嘛 就是自己爽嘛 拍那個電影 沒有人看嘛 就開始打擊 各種言論會起來 那時候我說句實話 吳念珍還是扮演一個 他每次寫什麼劇本 都還是非常賣 我記得他就幫你 用你寫的一個 老末第二個春天 那吳念珍始終扮演 當新導演 在這些導演工作的時候 就按照他寫 寫完之後 被他拍到另外一個東西 他也講非常無奈 如果你回到吳念珍本身 他從來不會 暫時這樣拍電影 他一直是覺得 電影就是要給人家看的 所以 我記得我 我就在辦公室裡 跟吳念珍還有詹毅導演 我們就討論說怎麼辦 因為我們電影已經走到一條 繼續在拍之後 要不然如果不好的話 我們幾個就會 在這個整個的電影工業上 我們這條流派就會消滅掉 所以那時候就談到說 我們必須修正 怎麼修正呢 就是用老末第二個春天的故事 作為一個基礎 它就是電影ABC的一個 就是把故事的戲劇結構 結果ABC有沒有講清楚一個 完整的故事 讓觀眾至少看懂這個故事 於是在那一刻 蔡英英就提出來說 他有一個共享 想拍我這樣過的一生 爛羊會當他發胖 他就會用很簡單 第二講過就是說 你想想看 我爛羊會是要一直胖一直胖 從年輕的時候一直胖胖 胖20公斤 這算不算噱頭 我就算 算不算電影藝術 也算 他用身體來去 換成越來越胖 然後講一輩子的故事 那部電影後來 就說服了老闆拍了 果然是叫好叫做 就等到金馬翔最佳影片之外 又賣了三千萬 那那個轉變就是 我們的確在1985 86年就遇到那個 流派的那個爭論說 繼續拍下去 我們會死定了 我們一定要做修正 所以科技任後來就拍了一個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又賣了三四千萬 換成那時候 內心滿痛苦的 你只要稍微偏一點 把故事說得通俗一點 就可以賣得很好 可是如果你不要 還是要走原來那種比較藝術 藝術傾向 或者個人作者如何 我不管觀眾看到 我看不懂 只要德國人喜歡 法國人喜歡 日本人喜歡 我就可以拍 侯孝賢就做得到 我電影拍完 台灣人不想看 沒關係 我可以賣日本賣法國 他們會幫我選第一名 那時候就真的是滿痛苦的增長 就是兩條路線開始 繼續互相交叉的做 所以我記得到了19858687 一直到最後 大概會選一個宣言 就是有點憤怒說 一個台灣怎麼容不下 幾個導演 拍那樣的電影 那這些導演努力的拍了之後 也讓台灣的電影 到了國際上去發光發熱 我就記得 如果你回到台灣的 自己的國際處境 就知道 當年我們的電影拍完之後 經過新聞劇選拔 參加國際影響的時候 就是得了獎 國際還不知道這是哪裡 像楊德桑那個拍了恐怖分子 得到一個瑞士盧潑後影響得獎 我記得他自己一個人跑去 我沒有去以後還在辦公室裡面 他就告訴我 想有我們得獎 可是國際 他們沒有中華民國國際 找不到 後來就打電影去電腦上找 就畫出來一個倒過來的 所以把中華民國國際畫出來 倒了 就是那個紅色在右下角 伸上去 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其實那個年代 1980年代 當我們還是年輕的時候 我們就很苦悶的覺得說 我們走不出去 我們想用電影走出去 可是當別人 跟他解釋說 我們是台灣來的 我們是中華民族 在歐洲國家 很多人真的沒有我們的國際 所以 作為一個年輕導演 自己的國際被升上去 是到我來他還是很爽啊 他至少被升上去了 他會心不想打電話跟我講 所以 為什麼那個時候 大家會很憤怒說 跟政府抗議說 你為什麼不重視我們 我們明明是可以用我們自己的電影 到國際上去 把國際升起來 為什麼你們不給我們一點 機會跟經費這樣 是這麼憤怒的 到了1988年蔣經國過世 整個台灣開始要大改變的時候 1989年 我跟吳建森同時遞出此程 離開桌影的那一刻 我懷疑的老闆 叫我不要醜 他說你看我一個新的電報 電報進來了 德國某一家電視台 要買中央電影公司 兩部電影 恐怖分子加練練公司 新台幣1000萬 他就告訴我說 小野你不要醜 我們實際太好了 前面覺得不太賣錯的電影 就在口氣上開始 輕易的賣掉 一個德國電視台 他就可以付你1000萬 買兩部電影的版權 可是那時候我跟吳建森 要不要離開桌影的 心意已經很絕了 原因實在說不清楚 就覺得說 我們的青春 真的後來回頭想 蠻像是那個 我打個比方 各位就懂 就是我們好像是 太陽花學運 有一群年輕人 衝進禮法 可以把他門關起來 關了23天 我覺得我們這群年輕人 是在三個歲不到 衝進一個叫 專案電影公司的 國民黨的機構 你把自己關起來 關了89年 不見天日 拜託89年了 不是23天 我都老了 那一刻我跟吳建森講 我們該走了 都老了 而且時代要變了 蔣英國死了 你等會要來了 我整個時代 又走到另外一個去了 本土化 本土化不是我們害怕的 是我們在1980年代 我們拍的電影 就開始已經本土化了 譬如說 龔犬王子就講各家話 電影公司就講男女 我們早就本土化了 只是這個本土化的 那個電影都沒有分族群 那個電影裡面的每一個人 他是什麼人講什麼話 然後把台灣歷史也都講了一遍 不曉得還要再做什麼 就當我們後來1990年代 當我們逐漸從30歲變成40歲 看到台灣因為政治 政黨輪替 或者是族群鬥爭 或者是藍綠鬥爭 我心裡蠻感 在說這什麼時代 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這種想法 我們在非常年輕的時候 我們都不會在乎 對外資品 南人 本省人 外省人 外省第二代 我都沒有想 我們就在這個土地上 長大的一群文化工作者 我們什麼都可以拍 也可以拍一鄉人來台灣的 譬如王瞳就拍了很多 商務曲嘛 都是講那個 山蕉天堂 山蕉天堂的時候是三部曲 那他也可以拍吳炎山丘 吳念成寫基本的九份的故事 吳炎山丘 就是講寬風的故事 從而言之外國的影評人 看到80年代的電影之後 他們就感覺說 80年代的台灣電影 滿有中國味道的 那個中國味道不是講那個 講國語 而是那個文化感覺 有點像中國味道 因為這一代的年輕人 都是在那個 一個中國教育中長大的年輕人 就是我們這一代啊 孔小獨的歷史歷史 歷史就是中國 所以充滿中國情操 然後中國情操又怎樣 那個電影外交是台灣的電影 那侯小潔的電影 為什麼發現到最後 是都是比較放大視野 在看遠距離的什麼 他說沈聰溫的小說 就是在描述細節的時候 一個遠鏡頭 搶一條船船過來 他叫做侯協下來 他看這個世界 是用一個非常宏觀的角度在看 他說沈聰溫小說 給他非常大的啟發 做一個藝術創作者 應該想拍電影 所以他改變了什麼 對電影的美學 對於美學的解釋 就是電影不應該只是 好像阿典桿連續劇那樣拍 電影可以是高達的 可以是法國性 法國性 也可以是意大利寫實主義的 他可以是透過影像 創造了新的美學的 那我覺得 侯小潔跟亞昌 這一代導演真的做到 然後在情感上 我也覺得說 那時候我們不會有什麼 藍綠 藍綠之分 初選之分 直到九十年代 整個台灣快速的本土化以後 加上政黨之間 鬥爭之外 兩千年民進黨執政 對我們來講也沒有不好 沒有壞 就是說 台灣終於民主了 政黨可以奪替了 可是在文化上 再也沒有再出現過 像我們當年 這麼努力的 可以去拍一些 屬於我們自己的故事 也可以登上國際舞台 就心裡會有點感傷 所以 為什麼文靈敦 在要擔倒的時候 就非常猶豫 就出不了手 就是那種情感傷 差不多六十歲的人 然後在拍電影的時候 會不會得不到共鳴 或者是 不曉得 我覺得這好複雜的感覺 就好像我 我覺得我過年前 都玩私生 生意都玩私掉三個禮拜 我突然覺得 好像有一個象徵的意義 就是 我們這個世代 已經沒辦法再繼續發言 因為我們的聲音開始被消滅掉 我不能再為我的世代 講話那種感覺 也沒有不好 因為這個世代 年輕世代 我剛剛講那個 講那個太陽花全運的感覺就是這樣 因為我曾經進去過 第五天我就進去過 在裡面演講 有一天從西門町走出來 太陽花全運已經結束了 我在那個西門町看完一部電影 我一個人 非常顧他那種電影院走出來 回頭看了西門町想說 這是我跟文靈正一群朋友在那邊 上班八九年的 沒有窗戶的地方 掛著看板 看不到陽光的地方 太多後來看到電子看板上 陳偉廷跟另外一個人 陳偉廷跟林偉廷 兩個少年英雄 在那個電子看板上 一直run一直run 我看的時候 不是羨慕也不是忌妒 都沒有 我只突然想到說 啊 其實我們當年也佔領的專案電影公司 八九年 我們比較久 我們犧牲了自己的青春生活 家庭生活 好像不是23天而已 講完之後 心裡有一種光榮的感覺說 我們好像每個世代 都用自己的方式去佔領一個地方 努力工作 那地方可以是 你可以當公務員 你可以當老師 你可以佔領一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實現你的理想 然後講完那個時候 我心裡就不然 有種說不太的解脫 在那個世代 我們自己努力過 講我們的故事 那換個年輕世代導演 他們用他們的方式去講故事 那我都覺得蠻OK的 包括剛剛講的 有神哲也好 或者是 我都會抱著比較寬容的心情 看他們的電影 出來我都非常高興 我都不會說 不夠好 不夠意思 我都不會 因為我覺得 台灣電影曾經在某個年代 幾乎消失掉 到九十年代 到兩千年 差不多 這個工業幾乎快要結束了 竟然還可以再有 兩千零八年突然起來 對我們這種從事 不過電影工作的人 都覺得蠻珍惜的 所以就不會用 太挑剔的眼光 去看待每一部電影 我們其實要感謝你們 讚你週五八九年 不過我們的世界不會變化 而且 即使是 紐傳哲跟魏德勝 其實也受台灣新電影的 這群人 雖然他們到了很後來 才變成導演被大家認識 去改變 現在的台灣電影 但是也是因為 方寧年代的那個更苗 才有後來的這些變化 那我覺得時間好像一到 翻譜應該翻完了 好像時間到了 但是是不是要交給風姐的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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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說他聲音雅 可是他講得這麼精采 他聲音不雅的時候 還得了 謝謝我們有一個豐富的下午 但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 我覺得那種互相的對應 在兩個老師中發揮的 我們就把台灣的電影 和一代一代的傳承 我們期待心理 然後繼續努力 然後我們現在可能要宣布 得獎的 然後請兩位老師頒獎 我們現場拖出五位 然後參與現場講座的觀眾 然後我們會執政 今年的2015年 台北文學季的紀念品 附書一 那我叫到名字的觀眾 麻煩請到前面來 我們請兩位老師來頒獎 第一位是錢志偉 第二位鄧竹華 鄧竹華 鄧竹華有在現場嗎 你慢慢請舉手 OK好 再來是Michelle K 請到前面來 然後劉仁慈 劉仁慈 好 請到現場 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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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華 許成華 好 我們請這個 這樣 這個恭喜這五位 這五位現場的觀眾 觀眾 歡迎 有興趣的朋友 今天可以到國圖 國家圖書館 地下一樓 有興趣的朋友 有興趣的朋友 請到國圖 全國圖 都會有興趣的朋友